他只是抓起地上的蚂蚁 便有了单手拎起三千斤的力量 原来他刚刚获得了基因复制系统 恭喜宿主成功复制蚂蚁的强大力量 目前力量三千斤 后需可升级 同时获得四十积分 感受着体内传来的爆炸性力量 张天奇犹如在做梦一样 从此以后 我就是搬运界最亮的仔 简单适应了自身的力量后 张天奇赶往了一只工作的批发市场 韩子 上午我有点事 所以没过来 你看着火 火已经有人干了 没有了你的位置 赶紧滚蛋 我看到你就个硬的慌 我告诉你 你可以不给我活干 但是说话注意点 要不然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张天奇说完转身离开了市场 走在街上 看见不远处围了一圈人 好奇之下就走了上去 这一车就三百块钱 你们要是干就干 不想干就拉倒 我找别人 三百太少了 起码六百 这活我们不接 你也找不到人干 你好 这一车货全都卸完 给三百块是不是 没错 必须要两个小时内卸完 行 这活我干了 而且用不了两个小时 兄弟 这活不是你想接就能接的 要是扰乱了市场 胡言恐怕是不会答应的 是吗 今天这活我接定了 有能耐 你赶我走 好小子 很好 你等着 话音落下 三人匆匆离开 破歇在哪里 麻烦你带个路 顺着这道门一直到四楼 把东西放在入口处就行 张天奇点了点头 抱起比人还高的一落货物 就走进了楼道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 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 这还是人嘛 刚才那一落起码五百金了吧 不 刚才那些东西 起码八百金往上 太不可思议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张天奇三趟 就彻底地搬完了所有的东西 而且不带传气的 东西搬完了 麻烦你结一下账 随着张天奇的声音响起 西装男才反应过来 急忙掏出三百块 递到张天奇的手中 小伙子 我那里有一车水果 你能帮忙卸了吗 给你五百块 行 没问题 你带路 这次张天奇再次用行动 让所有人下巴都掉在了地上 一车水果 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就卸了下来 这身力气 天生就是干装卸的料 以后我这里的货 都找你来卸 看着张天奇的表现 许多老板纷纷来找他卸货 一下午的时间 张天奇就足足挣了六千多 虎爷 那小子随意地降价抢货 完全不把你放在眼里 对呀 虎爷 这片有谁敢不给虎爷你面子啊 居然还有人敢在我的地盘上找事 小刀 明天带人去一趟 看看对方是何方神圣 知道了虎爷 张天奇回到出租屋 开始仔细地研究脑海中所谓的基因系统 小鸡 是不是任何动物的能力 我都可以复制 复制动物的能力 随着动物的特殊性 成功率也是随机的 基因积分又是怎么回事 成功复制一种基因能力 获得积分十点 每复制失败一次 获得基因积分一点 基因积分可以删除宿主复制的技能 也可以升级宿主所复制的技能 就在这时 旁边爬来一只蟑螂 要是能把蟑螂 那顽强的生命力复制过来 那自己等于多了几个血槽啊 想到这里 张天奇一把抓住蟑螂 直接开始基因复制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失败 一连串的失败 让张天奇无比的懊恼 今日复制次数已达到上限 宿主获得基因积分九点 现拥有总积分四十九点 小鸡 这次数达到上限是什么意思 宿主如今每日 可以使用基因复制次数为三十次 当次数使用完之后 就需要等待第二天才可以使用 果然还是有限制啊 不然我一直抓动物复制 不出一个礼拜就成超人了 第二天一大早 张天奇刚来到水果市场 就被许多等待的商家给包围了 你可算是来了 走 我那里有一车祸要卸五百块 先给我卸吧 我那个少 三两下的事 大家不要着急 我一个个来 这周边的市场虎爷说了算 如果你们都不想干了 明天就可以滚出这个市场 不好 是虎爷手下的猛将小刀 那个 我还有事 我先去找人卸货了 之前所有商户的人在看到小刀后 纷纷找借口离开 昨天就是你破坏了这里的规矩是不是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别人给钱我干活 天经地义 难道有什么问题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这里虎爷说了算 给我打断他一只手 让他以后吃不了这碗饭 随着小刀话音落下 身后的四个纹身男 杀气腾腾的向着张天奇冲了过来 张天奇靠着一身距离 几个回合就将四人打倒在地 小子 没想到还有点本事 怪不得敢这么嚣张 小刀说完就动了 他速度极快 张天奇还没反应过来 胳膊上已经出现了一条伤口 张天奇摒弃名神 看准机会一拳混在了小刀里 好小子 没想到你还是个硬茶子 这件事不会就这样算了的 你等着 小刀说完狠话 转身拐去了市场的一条小刀 就不见了踪影 排场那么大 没想到跑得比兔子还快 看见小刀被打跑 远处的人逐渐地围了上来 小兄弟 你还是赶紧上医院去看看吧 你都流血了 不行 不能上医院 那虎爷人脉极广 小兄弟到这附近的医院 肯定很快被查到 而就在此时 一只猫轻轻地走了过来 这眼前走来的猫咪 他兴奋地大笑 不顾身上的伤 直接扑了上去 他不会刚才被打坏了脑子吧 我看他八成是有什么特殊癖好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张天奇抓住猫咪 开始复制基因能力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在足足失败29次之后 恭喜足足 成功复制猫的敏捷反应能力 本次获得积分39点 总积分88点 周围人群看见张天奇的怪异举动 一瞬间就跑没影了 回到出租屋 张天奇简单地包扎了伤口 当养好伤 虎爷这个麻烦必须解决掉 不然怕是没人敢找我干活了 那小子最近都没有来市场 也没有去附近的医院吗 虎爷 我们都派人盯着呢 那小子这几天都没有出现 给我盯紧了 只要那小子一出现 就给我带过来 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人 敢来我这里抢活 张天奇养好了伤 再次来到了批发市场 到了韩非 在一番友好慰问下 韩非交代了虎爷的情况与位置 然而张天奇刚离开 韩非就给虎爷报了信 今天晚上暗夜酒吧 叫上所有的兄弟们 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子有多大能耐 晚上九点 张天奇躲在暗夜酒吧门口 看着虎爷带着一大帮小弟走了进去 摆明了是在这里等我 我又怎么能让你失望呢 话音落下 张天奇丢出一块石头 直接砸在了酒吧的灯盘里 几乎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酒吧之中就冲出了 十多个标星大汉左右查看 而张天奇在混乱中 一个闪闪进入了酒吧 刚才估计就是那个臭小子搞的鬼 那个人不知道 这暗夜酒吧有虎爷你的股份 敢在这里找事 等扎到他 我要亲手让他知道 得罪我反虎的下场 虎爷刚说完 只觉得眼前一花 身旁的几个手下就倒在了地上 虎爷一脸惊恐地看着张天奇 小子 你想怎么样 我看你身手不错 不如跟着我混 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跟着你一起压榨搬运工与商户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的够到 那你想怎么样 以后别再干涉市场里搬运的事 今天只是来给你一个警告 要是再欺负那些搬运工与商户 下次就不会这么便宜你了 话音落下 张天奇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 这时 十多个标星大汉冲了进来 虎爷 人呢 还从来没有人敢欺负到我反虎头上 通知兄弟们 将人给我找出来 死活不论 第二天 张天奇再次来到批发市场 远处一个男子看见他眼睛一亮 急忙转身离开 不一会儿 十多个壮汉从两面向着张天奇包围而来 张天奇是吧 跟我们走一趟 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 我时间宝贵 没有工夫跟你们去别的地方 小子 还真就由不得你 给我带走 随着领头男子的话音落下 几人瞬间向着张天奇冲了过来 还没等他们靠近 张天奇就动了 极快的速度和超常的反应能力 让张天奇打架如鱼得水 几个呼吸的时间 十多个壮汉就全都躺在地上晕了过去 就在这时 一阵掌声传来 小伙子身手不错 老头子我见到过不少的高手 但是还没有见到过像你一样 能一拳一个将人打晕的人 你是 老头子我叫童文明 你可以叫我童老 童老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等一下 我想请你帮个忙 不知道可不可以 你想让我帮什么忙 年轻人不要紧张 以你的身手 老头子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聊聊 张天奇想到自己如今的力量和反应能力 顿时也没了之前的防备 于是就跟童老一起上了车 而另一边 反虎听着手下的汇报 脸色越来越了 你真的看清楚了 哪张天奇上了童文明的车 我看得一清二楚 那张天奇打上我们十多人之后 就坐着童文明的车离开了 从来没有人敢在我反虎头上动土 继续给我找人 挑选一些好手 找机会直接做了他 小兄弟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童天奇 童老 你有什么话还是直说吧 我这人一没钱 二没钱 要是说色 我指定是不从的 你想也别想 张天奇的话让童老一愣 没想到你还是个挺幽默的人 这样的年轻人我喜欢 那老头子我也开门见善了 我想请你做保镖 保镖 不行 我就是一个市场的装卸工 保镖这活我干不了 今天看到你的身手 我觉得你是保护我孙女最理想的人选 你孙女 这是当保镖吗 不会是去当奶妈的吧 我孙女今年已经二世了 你只负责她的安全就可以 我一个月给你三万块怎么样 既然童老你这么看得起我 那我就试一试 要是出了岔子 童老可别怪我 正是谈妥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 最后定好时间地点 张天奇离开了酒店 你觉得天奇怎么样 此人不像是炼家子 但是力量和反应能力绝对高出普通人数倍 就算是修炼到明镜中后期的炼家子 也不一定比他强 没想到一个批发市场里面 还藏着这样的奇人 你去调查一下他的背景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明天直接接他到亚南那边 张天奇离开了酒店 就满大街溜达 甚至还往草丛里钻 就是想找个自己觉得厉害的动物 复制对方的能力 可是除了一些蚊虫之外 张天奇啥也没发现 突然他眼睛一亮 快速朝前跑去 恭喜宿主成功复制乌龟的伸缩能力 这特么的是什么能力 我要的是乌龟的防御啊 宿主 伸缩能力可以自由发挥哦 之前张天奇和童老分开后 在大街上转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动物 最后看到一个卖小乌龟的老头 于是就买了一只 想要复制小乌龟的防御力 结果获得了这么一个奇特的能力 你现在给我这么强大的能力 又有什么用 我也没地方施展啊 第二天一早 张天奇来到了跟童老约定的弟弟 不一会一辆豪车就停在了他面前 很快就来到了一堂豪华别墅屋口 别墅内 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正刷着手机 天奇 这就是我孙女童亚南 以后你就负责她的安全 爷爷 你从哪找的这样一个土豹子 救她 能保护我的安全吗 亚南一点也没有礼貌 这是张天奇 以后除了那些之前的保镖之外 张天奇24小时保护你 和你同吃同住 什么 同吃同住 不行 是啊 童老 这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天奇 老头子我的意思是你住在亚南的隔壁房间 这样方便保护亚南 爷爷 我是你孩子 这样多不安全啊 你让他走吧 好不好 别胡闹了 就这么定了 直到那件事解决了为止 对了天奇 亚南去学校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陪读 什么 还要陪读 你就是去待着 当做上班就行了 放心 不用学习 也不用考试 那还差不多 随后 同老又给张天奇 介绍了一下保镖负责人刘勇 然后就上车离开 张天奇来到自己的房间 将兜里的小乌龟拿了出来 开始了基因能力的复制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失败 我说小王吧 能不能给点力 将你的防御能力给我 冲着小乌龟嘀过了半天 张天奇再次开始复制基因能力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恭喜宿主成功复制乌龟的防御能力 本次获得积分29点 总积分157点 张天奇只感觉自己的身体强度 提升了数十倍 小鸡 我现在的防御能力 是不是不具怕刀或者枪了 宿主目前只是初级防御能力 可以初步防御刀剑带来的伤害 如果是宿主所在世界的枪 还是会给宿主带来一定的伤害 但是不足以致命 那我可以升级这个防御能力吗 升级防御能力到二级 需要积分200点 宿主目前积分点不足 果然 不可能一下子 就能成为超人那样的存在 晚上 张天奇躺在床上 思考着接下来复制 什么动物能力的时候 猫的灵敏 让张天奇听到了一些 不寻常的动静 一瞬间 张天奇想到什么 直接冲向童亚男所在的房间 童亚男在愣神片刻后 重新冲入了浴室 张天奇急忙找到纸巾 擦拭着鼻血 不一会 童亚男穿好衣服走了出来 张天奇 你这个色狼 喂 谁是色狼 我可是来保护你的 张天奇刚说完 一把射出寒光的飞刀 就识得童亚男往哪里去 张天奇一个闪身 接住了飞刀 然而下一刻 一道人影 直接朝童亚男扑了过去 但这一切 在张天奇眼中慢到了极致 他一把拉过童亚男 一举风在沙子的胸口 童亚男眼睛一眨不眨地 看着张天奇 那种英雄气概的感觉 让童亚男心跳加速 就在气氛有些暧昧之时 刘勇带给人跑了进来 小姐 你没事吧 童亚男把刚刚的事情 跟他们说了一遍 保安们张大了嘴巴 震惊不已 很快 童老也收到消息赶得过来 天奇 这次多亏了有你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童老 过奖了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刘勇他们也帮了很大的忙 旁边的刘勇 听到张天奇的话目露感激 今天的事 是他们的巨大失误 没想到张天奇 居然将这功劳 分了他们一部分 天奇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最近公司的事比较忙 亚男这边就多拜托你了 童老在确定 童亚男安全之后 就离开了 调查那个杀手的来源 我童文明不出手 有些人以为我是宁捏的 张先生 今天多谢你 小事 你们也不容易 那我去外面加强借费 张天奇 我的房间不能住人了 你赔我 我说你懂不懂礼貌 我刚刚才救了你 我不管 反正这都是你弄的 就要你赔 这样啊 那你今晚去我的房间睡吧 这样我也方便保护你 你 你就是个臭流氓 话音落下 童亚男跑了出去 小黄毛丫头 想跟我斗 你还太嫩了 乌老 失败了 这都没成功嘛 还真是够垃圾的 乌老 那童文明找了一个年轻人 这次失败应该和那人有关 找个靠谱点的人 尽快把事情办好 是 我这就去安排 童文明 你童家的产业迟早是我的 第二天 张天奇陪着童亚男 在学校上课 什么也听不懂的 他只能在旁边打瞌睡 老板 这变色龙怎么卖的 一万块 这么贵 那我先看一下 要是合适我就要了 小鸡 复制基因能力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失败 今日复制次数已达上限 获得30点积分 总积分187点 小伙子 你到底买不买啊 我回去想想 明天再来 想要复制变色龙的能力 肯定非常难 明天去花鸟市场 要分开复制 不能逮着一个动物死磕 就在张天奇思考这些的时候 张先生 我们刚才发现有人影 在别墅周围徘徊 但是眨眼的时间就不见了 张天奇一听 急忙来到童亚男的房间 张天奇 你近来不知道敲门吗 张天奇正想解释 突然看到窗外 一点阴影闪动了一下 他没有犹豫 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 两人刚落地 周围的保镖瞬间围了上来 回到自己的岗位 这里交给我 保镖们没有丝毫犹豫 纷纷退走 小伙子伸手不错 但是也未免太自大了 平民一人就想对付我吗 能不能对付你 不是嘴上说的 张天奇话音落下 整个人瞬间冲了出去 连进气都没有修炼出来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明镜巅峰的实力 黑衣人被震退了数米 才勉强稳住身形 怎么可能 你没有一丝的进气 为何力量会如此之强 张天奇虽然只是退后了一小步 却也是满脸震惊之色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内力 小姬 我能不能复制人的能力 目前系统等级为一级 只有系统等级达到二级的时候 才能开通复制人类能力的功能 如何才能让系统达到二级 当宿主拥有一项三级基因能力 五项二级基因能力 系统会自动升级 我现在连一项都没有 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了解到暂时没办法复制人类的能力 张天奇再次冲向了黑衣人 虽然对方伸手很是厉害 但是和张天奇的速度相比 还是差一些 而在同一时间 同老拨通了一个号码 让他们动手吧 明天一早我就要看到成果 第二天上学路上 张天奇带着同亚男 再次来到了昨天卖变色龙的店面 想清楚了 是不是要买那只变色龙 我再仔细看看 张天奇说完 就把变色龙抓在手中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失败 不出意料一连串的失败 直到第十五次 张天奇停了下来 将变色龙放了回去 然后看向了旁边的鸽子 张天奇没有犹豫 直接抓起了鸽子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恭喜宿主成功 复制鸽子的飞行能力 总积分226点 这一刻 张天奇感知到自己后辈 多了一对隐形的翅膀 但爹 要是在这里一飞冲天 估计第二天 就会被抓去做鸡片研究 哎 你到底在做什么 样子那么猥琐 没什么 就是有点高兴 走吧 车上 张天奇迫不及待地召唤出小鸡 将敏捷反应能力升到了二级 只是一瞬间 张天奇就感觉周围所有的东西 都骂了好几门 学校门口 赵雷带着几个小弟 看着张天奇和佟亚男的背影 紧紧地握着拳头 雷哥 我们这么多人 上去做他一顿就是了 那小子不简单 去找跆拳道社团 找季昆和小本一郎 我就不信他小子有多厉害 刚吃完午饭 一个女生就来到了佟亚男旁边 亚男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保镖 对啊 他叫张天奇 就他这样的能保护你吗 开玩笑吧 张天奇没有理会对方 直接起身 走 吃饱了 好久没去学校的后湖了 亚男 你怎么听这个家伙的话 你变了 好了 小彤彤 你就当是陪我了好不好 学校后面是一大片的湖水 张天奇三人在湖边走着 忽然 一声微弱的呼救声隐约传来 湖的另一边 一个人引在水里不断地挣扎 张天奇 好像有人落水了 怎么办 你会不会游泳 张天奇也顾不得起他 直接踩着水面踏浪而去 亚男 我是不是眼花了 他 他踩着水飞到对面去了 他居然会飞 轻功 这绝对是武侠小说中的轻功 张天奇眨眼间 就到了人影落水的地方 提起水里的女孩 就落在了岸上 这时 童亚男和周童 也气喘吁吁地跑到了跟前 你们俩送他回寝室吧 羽生宿舍楼下 张天奇正等着童亚男和周童之时 一群人向着张天奇围了过来 张天奇是吧 听说你和亚男走得很近 你有什么问题吗 你现在发誓不再靠近童亚男 我会考虑放你一马 就你这智商 还想追童亚男 你还是多吃点猪脑子 补一下再来吧 小子 看来你是没把我们跆拳道社 放在眼里 亚男 你快来看 你的保镖张天奇 和跆拳道社的人打起来了 放心吧 这些人不会是他对手的 你滴 偷袭滴干活 滑下人通通滴下流 原来是个小鬼子 在我滑下的地方 啥时候轮到你这个小崽子 都死了 巴嘎 你滴敢骂我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滴厉害 这次张天奇加大了力道 小本一郎直接被踹晕了过去 你应该信心 是和谐社会救了你个小崽子 小本一郎是巫国的交换生 你把他打成这样 你完了 赵雷是吧 知道的你是个滑下人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小鬼子 养的一条狗呢 你别得意 跆拳道社还有高手 我是跆拳道社成员纪坤 想跟你比试一下 你也是小鬼子养的狗 我是个滑下人 之所以加入跆拳道社 是因为我喜欢武术 我不随便打滑下人 比试就算了吧 我想知道我如今的实力 到了哪一步 如果生死相搏 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师父 请你收我为徒 教我滑下武术 我擦 装插装大了 滑下武术 我也不会啊 削个锤子啊 那个 你起来吧 我师门有规定 既不外传 你还是找别人吧 既然这样 那以后我就做你小弟怎么样 张天琪没有想到 这个季坤为了学武 啥都能获得出去 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就是你打晕了小本一郎 齐哥 他叫朴富城 是跆拳道社的社长 听名字是棒子伯的咯 能够打败小本一郎 证明你还有两下子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果然厉害 我调不成既不如人 交出铜亚男 我可以让你离开 我要是不呢 那我就先送你上路 怎么可能 你没有一丝进气 力量和反应能力 却如此强大 有什么话留着和警察说的 回到家 张天琪找到了刘勇 刘哥 你知道舞者吗 以前听师傅说过一些 舞者第一层是断体 第二层是明镜 第三层是暗镜 暗镜期的力量在2000斤上下 而舞者每个境界分为初期 中期 后期和圆满四个小境界 那暗镜之后又是什么境界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现在社会之中 达到暗镜修为的人 已经是很厉害的角色了 张天琪心里暗暗估算了一下 你自己如今的战斗力 应该堪比暗镜中后期 甚至更强 而在另一边 佟文明带着人 出现在了吴磊的办公室 吴磊 你没有想到吧 现在我是 吴氏集团最大的股东 佟文明 你不要得意 加上谢老的股份 我还是集团的实际掌控的 不好意思 谢老今天刚离开三星市 他的家人 我也安排送到了国外 吴磊听到这话 整个人跌坐在椅子上 不一会儿 几个警察走了进来 吴磊 你涉嫌顾兄上任 公司财务造假 挪用公款 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天机 这段时间多谢你了 没有你的话 可能亚男已经出事了 不过现在好了 事情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不用再保护亚男的安全了 是的 我有个提议 就是你以后留在我身边 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同老 能和你相识 也算是缘分 但我还是想自由一点 希望同老能够理解 年轻人多闯荡一下也是好事 但是为了感谢你 我送你一个礼物 同文明话音落下 身后的男子 就将一个房产证 放在了张天奇面前 同老 这太贵重了吧 我不能要 和我孙女性命比起来 区区一栋别墅算得了什么 而且我希望以后同家有难 你能够出手相助 既然同老如此说 那我就受之有亏了 以后只要同老有需要 我义不容辞 爷爷 张天奇离开 万一我有危险了怎么办 要不我也搬到那边去吧 胡闹 你现在的目标就是好好上学 等毕业了就到集团任职 锻炼自己 从同家别墅出来 张天奇再次来到了 卖变色龙的摊位 老板 变色龙我再看一下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我的变色龙 都快被你盘出包奖来了 你便宜一点 价格合适 我就直接买了 你要是真心买 八千块你拿去 要是不买 以后都不要再来了 张天奇没再多说 直接付了钱 然后看向了旁边的螳螂 老板 这只螳螂 就当赠品送我了呗 拿去吧拿去吧 回到别墅 张天奇迫不及待地开始了 基因复制能力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失败 足足失败十五次之后 张天奇才停了下来 看来想得到这隐身能力 很难啊 慢慢来吧 放下变色龙 张天奇又抓起了螳螂 成功复制螳螂的基因能力 总积分六十五点 一刹那 张天奇感觉全身血脉沸腾 双臂力量大增 而且拥有了极强的双臂弹射能力 张天奇能够感觉到 现在就算是暗境圆满的舞者 也有完全的把握和其战成平手 天奇哥 我们这几天都没有课 打算在你这里住下来 我可没有时间陪你们玩 你们两人自由活动 但是不能去我的房间 天奇哥 要不你教我武功吧 我想学金工 张天奇听到这话 整个人脑袋都要炸了 你们俩自己玩吧 我有事出去一趟 张天奇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突然远处传来呼救声 只见一栋楼已经完全被火吞没 十五楼的窗户边 两人在向下招手呼救 这可怎么办 消防车还没到 估计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了 正在张天奇犹豫要不要出手之时 一声惊呼传来 二人急速下坠 张天奇顾不上暴露的风险 扯下一块布蒙住脸 一个闪身将二人救下 便迅速离开现场 我擦 我眼睛花了吧 看见超人了 这世上哪有超人 肯定是隐居的武林高手 武侠剧看多了吧 这人很明显是注射了什么血清 速度这么快 又蒙了面 应该不会被人认出来 别墅中 童亚男和周童二人正看着电视 电视上播放的 正是火灾现场 张天奇蒙着面跳起来救人的画面 小童童 你觉没觉得这个蒙面人特别眼熟 天奇哥 虽然他蒙着脸 但我确定就是他 我看也是他 毕竟咱们亲眼见过他在水上飞 龙哥 三星是出了一个很厉害的人 就是之前童文明找来的那个保镖吧 是的 今天的火灾英雄看身形也很像他 看来是个隐世高手 花冯 明天你去把他带过来 好的龙哥 天奇哥 我们来打牌吧 打牌可以 不过谁输了 谁就要脱一件装备 要不然不玩 可以 没问题 四个二 张天奇本以为是福利局 没想到却被算解 二人提前穿了不少的装备 于是张天奇偷偷将空调调成了炙热 好热 王炸 你们是不是玩不起 当然不是 我们只是要睡觉了 玩不起就别玩 小样 跟我斗 你们还嫩了点 警察同志 有什么事吗 昨天在火灾现场救人的那个蒙面人就是你吧 我擦 难道被发现了 不能啊 昨天我的确路过火在现场 但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真的不是你吗 你别想骗我 拜托 我要是有那么厉害 我干嘛不承认呢 那倒也是 市里要给这个人颁发五十万的奖金 可惜现在找不到人 这样啊 那你说我冒充这个人领奖 最后奖金我们平分 怎么样 我还以为你是英雄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小娘们还想炸我 不过这奖金损失的有点亏啊 就是这里没错了 不是走了吗 难道又回来了 你找谁啊 张天奇是吧 我叫花佛 龙哥想见你 跟我走一趟吧 什么龙哥奉解的 我不认识 小子敬酒不吃吃法酒 非得让花爷爷动手拎你回去 体内没有静气 可是力量和反应能力却如此害人 好生奇怪 你失成河门河派 我乃螳狼拳二十九代传人 螳狼门的掌门 血螳狼视野 不管你是河门河派 花爷今天要将你包皮拆骨 如影随行腿 铁头弓 你是少林寺的弟子 我以前的确是少林弟子 只不过受不了那些清规戒律 所以干脆还俗了 花佛说完话 再次重想张天琪 小子好诡异的身法 俺花佛不是你的对手 后会有期 龙哥 那小子实力太强 俺打不过他 有气 和我说说他的武功路数 他体内没有静气 全是凭借着一身强大的力量 和异常敏捷的速度 他说他是什么螳狼门的掌门人 血螳狼 没有静气 却可以将暗尽中期的花佛打成这样 真是难以想象 你先回去休息吧 剩下的事情我自己去处理 陈姑父最变色龙的隐身能力 刚高兴没一分钟 去发现了致命缺陷 小姬 你给我出来 宿主有什么问题 这叫隐身吗 我特么的 总不能光屁股出去吧 宿主只要将隐身能力升到二级 就能够完全隐身三分钟 才三分钟啊 时间太短了吧 宿主可以继续消费积分升级啊 你这系统就是个奸商 宿主不要总想着白嫖 要积极消费积分 算了 不跟你掰扯了 该去接小玲去大牛那里了 小玲和大牛是张天奇在福利院时的好朋友 喂 小玲 收拾好了没有 我已经到你学校门口了 天奇哥 稍微等一下 我马上就好了 没过多久 小玲就从校门走了出来 小玲 这儿 天奇哥 好久不见了 这车是你借的吗 我刚买的车 怎么样 跳不漂亮 哇 天奇哥你好厉害 这车真漂亮 快上车吧 不然你大牛哥该等着急了 老板 给我来一百串烤羊蛋 再来一百串烤牛蛋 再来十箱啤酒 要这么多 你这是打算要生八胞胎吗 天奇哥 小玲 你们来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大牛哥 天奇哥买这了 我们是开车回来的 天奇哥 看来你在市区里混得还可以啊 别说这些了 赶紧给我整点烧烤 我尝尝你这儿的烧烤味道怎么样 前后半个小时 张天奇面前就摆上了不少的食物 而恰好在这个时候 三个男子来到烧烤店 老板 一箱啤酒 三根烤串 速度快点 不好意思诸位 今天小店不对外营业了 什么意思 我们刚来就不营业了 那他们是怎么回事 对 今天要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砸了你的店 哥起个消消气 这样 改天你们前来 我做东 怎么样 不行 今天吃不到烧烤 就给我们三千块精神损失费 要不然就砸店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我不想惹事 但并不代表我怕事 听到没有 这个傻大哥说他不怕事 正好我们今天就让他害怕一下 我到 别管这 我一定会回来的 这才是我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大牛兄弟 天奇哥 你就别笑话我了 这些年我早已经改了那一身的脾气了 对了大牛 你有没有兴趣去市区开店 我这刚还完养父母留下的债务 还要给小林散学费呢 哪有钱去市里开店 这个你放心 只要你有兴趣 其他的交给我就行 就在三人正聊的开心的时候 突然来了几个车 下来了很多混混 看到这一幕 大牛叫起神冲击 刚才起了就把他们想 大爷 你不是去市里开店 这兴钱的不就来了吗 天奇哥 他们这么多人 我怕搞不定了 放心吧 一会交给我 不一会 一群人就将店铺砸了个稀巴烂 不错不错 手法挺专业 大家砸得过瘾吗 大哥 就是他们打了我们的兄弟 你俩挺屌啊 打伤我兄弟 你说这件事怎么算 这猴子 你赔偿我们二十万吧 让我赔你二十万 臭小子耍我 兄弟们给我上 一大群人直接冲了上来 张天奇飞骨极跳 几个呼吸的时间 冲上来的人全都躺在了地上 这一幕让大牛和小林张大了嘴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乌龙 乌龙 名字起得挺有个性 现在说说怎么算吧 我愿意赔偿两万块 兄弟 我虽然打不过你 但我乌龙可是龙哥手下的手下 龙哥势力挺大 这么偏远的地方都能辐射到 在整个三星市 谁敢不给龙哥面子 我管你龙哥鸟的 二十万 少一分钱 你今天走不了 一直以为张天奇是一个隐世奇人 还对你抱有很大的幻想 没想到今天一见 原来也是个世俗贪财之人 不过如此啊 你是什么人 我叫文龙 张天奇正在想此人是谁 那边的乌龙突然跪在地上 龙哥救救我 这个人不仅敲诈我 而且还打伤了我的兄弟 你就是那个 号称三星市地下皇帝的龙哥 都是别人吹捧的 什么地下皇帝 我文龙向来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市民 赚的都是干净钱 你今日来的目的 恐怕不是为了这个乌龙吧 没错 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 你这高人长什么模样 那你先在边上等着 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之后 再说 小子 你和龙哥说话注意点 二十万 十分钟之内送过来 不然后果自负 龙哥 你砸了人家的店就得赔偿 我文龙手下 还没有人敢做违法乱纪的事 我提醒你 不要打着我的名号去胡作非为 听到文龙的话 乌龙赶忙把赔偿款转给了大牛 你看 我可以走了吗 行了 滚吧 咱们要不要换个地方 我一会就回来 天启哥 我和你一起去 即便是对方动手 我们两人也能干他一个 不用 在这里等我就行 最近这一段时间 三星室出了不少事 大部分和你有关 花佛说你没有进气 但为何实力如此之强 还打不倒了 那就先打过再说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用这一招 我特么的也不想 可是我没有别的招了 没听说过一招先吃遍天吗 好 那你就别怪我了 行了 不打了 再这样打下去 输的肯定是我 你有那怪异的精气 我也奈何你不得啊 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不是修炼了什么断体功法 每个人都有不能说的秘密 也对 有些时候给自己留一个保密手段挺好的 你这样的实力 应该是暗尽圆满了吧 没错 我已经在暗尽圆满境界好多年了 你最近小心一点 护龙阁的人可能正在调查你 调查我 这护龙阁是干什么的 连护龙阁都不知道 你这一身的本领谁交给你的 我说无师自通 你信吗 看到张天奇不愿意说 文龙也不在意 护龙阁里面全是无者组成 目的是为了对抗外敌 处理神秘事件 好了 你自己多小心 我走了 有事需要帮忙的话 就打上面的电话或者到凯英酒店找我 天奇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对了 大牛 我这几天就给你找地方 你把这店面手续都处理好了 好的 天奇哥 同一时间 三星市公安局内 王局长办公室迎来了两个神秘人 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了 好的 你去忙你的去吧 我们需要仔细调查研究 王局 你说他们两人真的能够查出蛛丝马迹吗 你可不要小瞧护龙阁的人 我们发现不了的 说不定他们真的可以调查出来 我要是能进入护龙阁就好了 你再努努力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就在这时 护龙阁的两人走了出来 给我调查这个人的资料 张天奇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他虽然身手还算是不错 但是还远没有到那样强大的地步 其他的事你们不用管 只管告诉我这个人的住址或者联系方式就行了 你们是什么人 张天奇 25岁 从小便是故二 曾经在批发市场做装卸工 这栋别墅是同文明送给你的 随即二人将张天奇的过往全部说了出来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既然敢私闯民宅 如果不说清楚 我就报警了 这时其中一人掏出一个证件 你们是护龙阁的人 没错 你应该知道 华夏对武者严格管控 请你交代清楚自己的武功来路 你们护龙阁做事 未免太过于霸道了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们吗 既然你不说 那就跟我们回去一趟吧 好诡异的身法 准 靠 两个案件圆满 而在远处的李嫣然不禁感慨 没想到张天奇这么厉害 原来他之前都是装的 张天奇 你还是乖乖和我们回去 在华夏 武者是需要接受监督的 你要交代清楚你武功的来路 好一个护龙阁 好大的口气 我有什么样的习语 凭什么告诉你们 那我们只好把你抓回去了 不陪你们完了 下次再遇到 定要让你们好看 非 他体内没有一丝的静气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件事非同小可 我们还是赶紧向组长报告吧 同样被这一幕震惊的 还有李嫣然 那是什么 轻功吗 火灾救人的就是他 他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有203.7分了 又可以升级一项能力了 宿主想升级什么能力 防御现在够用 先升级力量吧 恭喜宿主力量升到二级 目前力量八千斤 我现在的实力 完全超过安静期了 只是不知道 看笔画进的什么阶段 京都某办公室内 什么 没有任何的内进真气 还可以飞行 是的 组长 我们与他交过手了 你们俩人就留在三星市待命 我马上过去 还有 这件事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告诉任何人 此人身上一定有大秘密 要是能够挖出来 给我晋升下一境界 肯定有大帮助 大街上 张天奇正在给大牛寻找店铺 天奇哥 你怎么在这里 我出来找店铺面 天奇哥 你要开店吗 是不是开武馆 我要第一个报名 开啥武馆啊 我有个兄弟要开烤串店 天奇哥 这条街上许多店面都是我家的 我替你搞定 张天奇也是吃了一惊 这周同看来也是个富二代啊 算了 我不习惯靠女人 对 天奇哥 怎么会靠你呢 我联系我爷爷 一个铺面 还不是简单搞定 不行 天奇哥就要靠我 就要靠我 不 天奇哥要靠的人是我 这一瞬间 两个女人为了给张天奇找铺面 互不相让 行了 我自己会搞定 你们继续去逛街吧 我走了 哟 这又不是张天奇吗 没想到你命还挺大的 这是张天奇 舔了两年半的前女友 几天前傍上了 三星市第一家族的雷少 不但卷走了他的全部积蓄 还把他丢进海里任何 是啊 老天爷都不让我死 倒是你如今跟着那个雷公子 过得还好吗 他对我很好 跟着他有花不完的钱 总好过跟着你受苦吧 你说是不是 万一哪天雷家倒下了呢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屌丝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从海里爬上来的 雷蓉 你对我天奇哥说话客气点 对 对天奇哥说话客气点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童丫头和周丫头 怎么了 你们要为这个连自己女人都看不起的窝囊废出头 别费劲了 以死不终 终生不用 你觉得我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女人而生气吗 对 天奇哥又不缺女朋友 我们都是天奇哥的女朋友 小子 既然你没死 那我们就继续玩 等一等 你想就这么离开吗 怎么样 难道你还想要动我 不怕告诉你 动了我 你走不出三星室 张天奇 你疯了 敢打雷哥 你这是找死 你最好闭嘴 我一般不打女人 但犯贱的除外 敢打我 你等着 天奇哥 你太猛了 只不过你也会有麻烦了 是啊 雷家是三星室第一大家族 雷蓉的叔叔是三星室的二把手 这次他肯定不会就这样算了的 不管对方是谁 只要敢对我张天奇动心思 那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感动我雷一落的侄子 不管你是谁 我都不会让你有好果子吃 喂 王奇 有一个叫张天奇的人 光天化日之下打了人 你现在立刻将他抓捕归案 要将其严肃处理 好的好的 我马上处理 这是发生了什么 怎么什么事都能和这个张天奇牵扯到一起 来人 带队抓捕张天奇 慢着 有关张天奇的一切 由我们护龙哥处理 雷家 雷蓉阴沉着脸打通了一个电话 哇 仙子 你着急点兄弟们 我这有个人 需要你们处理一下 别墅内 张天奇正在考虑接下来复制什么能力的时候 隐约听到一点异响 什么声音 张天奇飞在空中 看见一群人正悄悄靠近别墅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急速飞了过来 华静奇 你们那晚上不睡觉 鬼鬼祟祟的来这里 想干什么 给我解决了他 动作快点 不要惊动别墅里的人 领头男子见情况不妙 准备偷偷溜走 殊不知张天奇早已在他的后方 哥们 谁派你来的 别动手 我说我说 是雷蓉 他让我们将这别墅中一个叫张天奇的人打断四肢 丢到海里去喂鱼 我还没问呢 你就全说了 大哥 我们就是个小混混 平时跟着那雷蓉骗几个钱花 没必要拼命 请你高抬贵手把我放了 我以后一定找一份正经工作 阁下是什么人 你好 我叫欧阳姐 是赛修 我看这里天地灵气浓郁 就打算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 我看朋友似乎也是身手不凡 不如我们过两招如何 既然阁下想比试一番 那我正好也看看我的实力到了哪一步 为什么阁下没有一次进气 实力却如此强大 我修炼的一门断体的功法 所以并未修除内进 什么断体功法这么厉害啊 没有进气都可以媲美化进气了 要是配合其他修炼功法 不是分分钟突破到先天境 先天境 是啊 先天境就是一个质的变化 不仅内进生生不息 而且可摘一飞花 必须要尽快让系统升级 到时候抓一个先天境界的高手 直接复制 一瞬间啥都有了 不如阁下先在我这里住几天吧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武学 也好 求之不得 第二天一大早 张天奇打开门 就见欧阳姐在院子里修炼 张兄弟好 早晨紫棋东来 是修炼的好时候 张兄弟为何不修炼呢 我又没有内进 就算紫棋满天 也和我没啥关系 如果张兄弟能够拥有内进 绝对能够踏入先天境界的 要不张兄弟将你那功法给我 我替你看看 要是能和我修炼的内进功法契合 我便将我的功法赠送给张兄弟如何 可惜 我压根就没有什么功法 那个 我答应过教我的人 没有他的手肯 不能传给任何人 所以欧阳兄见面了 那真是可惜了 这样的话我也不能将内进的修炼方法 传给张兄弟了 毕竟不知道是否契合 万一出了问题 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无功不受禄 内进修炼法门何其珍贵 欧阳兄弟唐突了 张兄弟 向我来一趟开萨酒店 我有重要的联合你是吗 好的 一定准时到 天奇兄弟 雷加联系我了 让我对你出手 这个雷加这么厉害的吗 连你都得听他们的 雷加是三星市第一家族 产业涉及到房地产 矿产 酒店 商场等很多领域 雷加还有一个雷一落 是如今三星市的二把手 就连我也要给雷加三分搏面 那你这次叫我过来是 当然是我们联手扳倒雷加 我也有这个想法 你有具体的计划吗 雷加这些年没少干一些违法的勾当 只要我们找到证据 先将雷一落扳倒 到时候雷加就好解决多了 看来你做了不少的准备啊 我想动雷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次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试成之后 雷加十分之一的资产 我会合法转到您名下 雷加十分之一的资产 那是多少钱 少说也有几十个小目标啊 别愣着了 吃菜 张天奇离开酒店后直奔动物园 复制什么能力好呢 力量 速度 防御 飞行都有了 找个有辅助功能的 张天奇扫视着动物园 突然看到了一个让他激动的动物 袋鼠 在一连串的失败之后 成功复制袋鼠的储物空间能力 目前大小一粒方米 总积分72点 果然没让我失望啊 还好 我有乌龟的防御 不然下半辈子的幸福就没了 张兄弟 昨天你走后有人来找你 让你拿东西去换人 用东西换人 难道是雷加 不应该啊 雷加要对付的人是我 而不是要什么东西 这时张天奇突然想到了什么 急忙给大牛小林打句电话 可是两人都是关机 就在这时 一辆车出现在了别墅的 张天奇 想必你也知道了 你拿两位好友在我们手中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只想要你的功法 你把东西准备好 明天等我们电话 身后没有尾巴吧 放心 我在三星市兜了一圈才回来的 只有四个人 不对 这四人不像是武者 不可能冲着我要功法而来 幕后肯定还有人 思索片刻 张天奇直接冲向了四人 天奇哥 真的是你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的 张天奇 没想到你居然悄悄跟了过来 不把你的功法和身上的秘密说出来 今天这两人你就只能收拾了 别着急 有话好好说 功法我给你卖 上当了 这不是功法 追 张天奇 你今天要是不交出功法和秘密 是无法离开这里的 大牛 带着小林躲远点 这不可能 你的实力怎么变得如此之强 没听说过天命之子吗 就在这时 一颗子弹直接打在了张天奇的脚边 还有其他人在 得速战速决 人呢 怎么不见了 你是在找我吗 解决了狙击手 张天奇把脚货的东西都收进了储物空间 而就在这时 我可以让人向着大牛和小林 我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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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神 人中向大牛二人 张天奇将速度发挥到十字 神秘人眼见不敌骨头离开 张天奇本想去追 但想到大牛二人就放弃了 进度一个秘密基地之中 一名男子正听着手下的汇报 阁主 皇族族长去了三星市 具体的目的我们还在调查 仗着自己的师父 在护龙阁为所欲为 真把护龙阁当成了武林门派了 对了 另外通知天祖和地祖族长 那样东西要尽快查找清楚 如你所料 护龙阁的人出手了 绑架了我的发小 好在我已经解决了 护龙阁势力大到难以想象 这件事不好解决 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 我自己会解决 你是我文龙任的兄弟 不管对方多大的势力 我都能够咬着牙皮一下 对了 雷霞那边有什么动静 这是雷一落在三星市 所有的住宿地点 张天祺伸出手臂 直接将资料收进了储物空间 这一幕把文龙看呆了 你拿到了证据就立刻联系我 我们必须一次将雷一落给按死 好的 那我先回去了 天祺哥 你终于回来了 我带着小齐来看你了 小齐 什么小齐 就是这只狗狗啊 我给它起名叫小齐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听 你信不信我把你罢工了 丢大街上去 你来啊 张天祺没想到 这招已经下不到童亚男了 天祺哥 过几天是我的生日 你一定要去参加我的生日宴 好的 没问题 这狗身上有点脏了 我去帮你洗洗 小齐 复制小狗的基因能力 在一连串的失败之后 终于成功了 成功复制狗的灵敏嗅觉 和香味扑鼻的蛋挞 总积分121点 嗅觉虽然不是什么强大的能力 但也是一项特殊的技能 还算不错 第二个能力是什么 可是当张天祺感受第二个能力时 竟不由自主地向着马桶移动 我操 小鸡 快给我取消这个能力 宿主 清除能力需要20点积分哦 我擦 扯犊子吧 复制成功才是积分点 消除一项能力 居然有20积分 宿主 我复制一个能力 也是很辛苦的 这时张天祺的头 已经快要碰到马桶了 行行行 别废话了 快点清除哦 基因能力消除成功 扣除积分20点 总积分101点 太危险了 差点一时英明全毁了 天祺哥 快点 我要回去了 现在是不是赶紧多了 亚南 你是不是来大姨妈了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问出来的 呸 变态 张天祺正刷着手机 突然接到了文龙的电话 天祺 雷一路等下要离开市城大楼 好的 我知道了 张天祺赶到的时候 雷一路刚好从大楼里出来 好的 大哥 我知道 东西我都随身带着 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挂断电话 雷一路便驾车离开 手提袋里装的东西 多半就是我想要的 怎么样 天祺 是不是拿到了 我看对方挺注视这些东西 应该错不了 你看一下 没错 就是这些东西 天祺 还是你厉害 剩下的就交给我 第二天 雷一路的各种违法行为便被报了出来 雷氏集团总部 这次的事情没有办法挽回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撇开关系 保住雷氏的产业 董事长 同家不仅停掉了跟我们关联的相关产业 还想要吞掉那些产业 对呀 现在就连哪些二级的供应商也都出现了摇摆不定的情况 你们先出去 各司其职 把相关部门的人约出来 尽量稳住局面 文龙 雷家这次肯定完蛋了 别的 我不关心 我就想知道雷戎的下落 你和那雷戎不是就一点小摩擦吗 可不只是一点小摩擦 应该说是有生死之仇 听到张天祺的话 文龙也没有多问 天祺你放心 一发现雷戎的踪迹 我就立刻通知你 从文龙的酒店出来 张天祺到处闲逛 想找个合适的动物复制能力 突然 自己随着爆炸而来 小哥哥 你是不是叫张天祺啊 你们又是谁派来的 等制服了你咱们再慢慢聊 张兄弟 我来帮你 张兄弟 他们是你的仇家吗 欧阳兄怎么在这里 我出来办点事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张兄弟 张天祺 教出你的功法与飞行秘密吧 省得遭罪 果然 一开始我就觉得你不对劲 你受了我全力击 居然还能站起来 我有外国 就你那点力道还伤不到我 一起上 先飞了他 现在想跑 完了 我是护龙哥皇族组长 我身负是四大护龙使之一 你敢动我就是与整个护龙哥为敌 我不相信护龙哥里全是你这样的人 小鸡 现在有多少积分了 宿主目前拥有积分191点 再有9点就能升级一项基因能力 隐身 我来了 小鸡 复制乌龟的长寿能力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失败 30次的失败并没有让张天祺不开心 反而是激动无比 小鸡 升级隐身能力 扣除积分200点 隐身能力升级成功 一瞬间张天祺只感觉到自己的体内 发生着一场巨大的改变 似乎基因所被打开 一些异常的能力被悄悄地释放了出来 张天祺感受了一下隐身能力 虽然只有三分钟 但冷却时间仅仅只有一分钟 虽然时间短了点 但是功能很强大 喂 文龙 天气 有雷蓉的消息了 我一会将地址发给你 好的 多谢了 雷蓉 等着我 我们的恩怨该结束了 阿荣哥 不要难过了 我们可以到其他城市生活 你特么的就是个扫把星 自从上了你 老子的霉运就没有断过 就在这时 桌上的杯子突然飞了起来 一杯水直接泼在了雷蓉身上 是者 到底是谁在搞鬼 给我出来 你 怎么是你 你到底是人是鬼 你说呢 不是你把我丢进海里喂鱼的吗 对 对不起 我错了 只要你放过我 我给你钱 很多很多钱 把你的钱留着去那边花吧 龙哥 雷蓉被杀了 当时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女朋友也疯了 现场没有勘察出任何线索 肯定是天气的手段 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 哼哼 这下雷家师彻底玩完了 天气哥 快点 走了 我说童亚男 你自己的生日宴会 你不是应该早点去吗 对啊 我是早点去啊 只不过我拉着你早点去 宴会是晚上六点开始 我说 现在才下午两点 你 好了算了 走吧 童老 雷家的产业处理的咋样了 差不多了 虽然我们能到手的只有一小部分 按照粗算的话 价值应该在两百亿左右 好 之前我答应天气 给他雷家十分之一资产的 放心 这个我去安排 绝对不会让天气吃亏 亚男 好久不见 你今天实在是太漂亮了 十一中 请叫我全名 谢谢 我代表四水师石家 来给亚男你祝贺生日 但是亚男似乎不是很开心啊 童家现在水师三星是第一大家族 但这屁股还没走稳呢 就开始摆扑了 是的 十哥你石家直接在这三星市踩上一脚 让有些人知道一下收敛 对啊 十哥 到时候我们全力支持你 十一中 你不要太过分了 这里可不是四水市 三星市真是美女如雨啊 这趟算是没有白来 亚男 这实在是太无聊了 我这也吃饱了 就先回去了 不许走 你要等到最后 送人家回去的 这是哪来的屌丝 童亚男应该是我手中的玩物 怎能跟其他男人如此亲近 这位兄弟好像很是面生 石某眼琢 不知道是哪家的公子 那我上去找朋友坐会儿 完事了 通知我 我下来接你 张天奇的无事 让十一中怒火上涌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无事我 去死吧 小子 你又取死之道 我四水市 十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得罪的 是吗 感觉好吓人 怎么办 要不要我现在给你道歉 想让我放过你 就立马跪下来给我磕头 磕到我满意为止 你特马的 就是个傻叉 小子 今天这件事没完 我武道师城青城山 你小子等着受死吧 那你去请你师门之人过来吧 我看看有多厉害 亚男 对不起啊 在你生日宴会上动手了 没事的 你能来 我就很高兴了 而且是某人故意挑事 好好好 我十家和你们同家事不两立 四水市十家好大的口气 你在我孙女的生日宴会上 说出这样的话 石波之不知道啊 好好好 我十家和你们同家事不两立 四水市十家好大的口气 你在我孙女的生日宴会上 说出这样的话 石波之不知道啊 众人看着一起到来的 同文明和文龙都震惊了 一个是三星室商业第一人 一个是地下皇帝 这两人在一起啊 可以说能量恐怖到难以想象啊 天奇 为什么不上楼 难道这里没你多 就把兄弟给忘记了 是啊 刚才我还和文龙说到你呢 这个人是谁 不知道啊 但能够让同老和龙哥这样对待的人 绝对不简单 不管此人是谁 反正不能招惹 我不管你石家有多大的能量 感动我文龙的兄弟 我让你走不出三星室 在场众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而十一中更是连狠话都没放 就直接离开了 走 天奇 我们上去聊 文龙 你知道青城山吗 听说过 传闻那青城山有先天境界的强者 恐怕这次的事很麻烦 以我如今的实力 足以摆脱先天强者的威胁 对于武者方面的事 老头子我也帮不上忙 但是需要用钱的事 天奇你尽管找老头子 同老 多谢 二位不用担心 再强大的敌人 在我看来也不足为惧 击败他们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把童亚男两女送回家之后 张天奇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草丛里爬出一只小壁虎 张天奇眼前一亮 直接将壁虎抓在了手中 小鸡 复制壁虎的基因能力 再连续失败二十九次之后 成功克制壁虎的自我修复能力 总积分一百二十点 现在我这修复能力能达到什么程度 宿主目前修复能力为一级 可瞬间愈合任何的外伤 达到二级时 可瞬间愈合任何内伤 三级时便可断臂重生 三级才可断臂重生啊 张天奇多少有点失望 但是反过来一想 现在一级就能瞬间愈合任何外伤 已经非常逆天了 而另一边 十一钟回到四水时之后 就联系了青城山的师父 师父 三星是有个叫张天奇的 不仅打了徒儿 还说青城山在他眼里啥都不是 居然敢不把我青城山放在眼里 我倒是要看看 世俗界之人时有这么大口气 掌门师兄 今天我有事需要出山一趟 去做什么 我拿弟子昨天被人伤害 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师弟 师兄再次奉劝你 不要为了世俗牵绊而耽误了修行 师兄 你放心 我自有分寸 嗯 世俗牵绊的太多了 要不然三年前就应该不辱先天境界了 可惜 师父 按照消息 那小子就住在这里 张天奇 你敢瞧不起我青城山 今天我师父就是来教训你的 你就是十一中的师父 青城山于海 不知阁下是城河门河派 无门无派 散修张天奇 你伤我徒儿 如我青城山 今天我于海就见识一下你有什么本事 这样的实力绝对是先天境 比之我掌门师兄斗布黄多让了 想到这里 于海便没有了继续打下去的心思 阁下实力强劲 修为高超 于海不是对手 告辞 师父 他才多大 绝对不可能是先天境界的高手 他一定是用了什么障眼法 闭嘴 怎么做是为师自有分寸 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 有时间请阁下到青城山一句 我青城山扫他欢迎 管好自己的徒弟 要是让我知道他在背后勾小动走 下一次我就送他去见阎王 这就走了 我还以为怎么也得打个几十招呢 画镜了 这么多年总算走出了这一步 真是有点费劲呢 多谢安劳指点 使我能够步入画镜 虽然时间长了点 但是能够突破画镜是你的机缘 对了 我听说最近三星是出了一个叫张天奇的人 似乎不简单 安劳 张天奇如今是我兄弟 他没有内进 但是实力却是无比的强横 如果我所料不差 他可能要出事了 到时候你不要插手 张天奇他是我兄弟 我不可能看着他出事 请安劳明示 护龙阁势力强大 要不是老头子我在这里 你小子估计早就被护龙阁给铲平了 所以不要把运气当实力 一切都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多谢安劳提醒 有时间小子再来看您 喂 文龙 天奇 你小心一点 最近护龙阁可能要对你不利 好的 多谢了 王局长 不知道你此次劳实动众 前来所为何事 张天奇 我是护龙阁的人 想必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了吧 听到男子的话 张天奇就准备出手 张天奇不想连累朋友的话 就乖乖跟我们走 听到对方的话 张天奇有点无奈 但想到身边这些人 他选择了妥协 看到张天奇明显放松的状态 护龙阁男子笑了笑 请吧 让张天奇没有想到的是 他刚放松警惕 就被人偷袭 随即变失去 你们想怎么样 张天奇 欧阳杰还有他的两个手下 都是你杀的吧 凭这个罪名就足够将你就地正法了 不过只要你愿意说出 你身上的秘密 我们绝对不会为难你 你们觉得 我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你们 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既然你不愿意说 那就在这里待着 直到你想通了为止 我们有的是时间和你玩 说完话 三人转身离开 张天奇则被带到了一处空地上 抬头看着头顶的铁丝网 这可真是天罗地网啊 想飞都飞不出去 而就在这个功夫 远处的人群 开始向着张天奇围了过来 只是扫视了一眼 张天奇就发现 这里所有人都是舞者 这特喵的 就是一个舞者集中营啊 小伙子 以后跟着我肥虎混 只要你让我高兴了 我保证让你在这里不受欺负 我说肥虎 就你 我看你就是想欺负人家吧 都给我滚开 臭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刚来这里就这么横 揍他 看着地上躺着的人 众人瞪大了眼睛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要不是张天奇有所保留 估计这些人都领了盒饭 这些来的好像不好惹 看着吧 一会自会有人收拾他 你 过来 小子 到了这海外监牢之中 你最好还是收敛一点 怎么样 现在高兴了吗 没进行的话 我们继续 老大救我 年轻人 刚来这里就如此的嚣张跋扈 你以为这里没人了是不是 摘意废话 这是先天进 小兄弟 我很欣赏你 我有比较一想和你谈谈 还没有请教 你是 我叫北火 是这海中监牢北仓的老大 北仓 能和我说说这里的详细情况吗 这里是护龙阁建立在深海岛屿的一个秘密建牢 这海中监牢分为东西南北四个仓 每个仓都有一个老大 得老大是看上我的身手 想让我跟着你对抗其他三仓的老大是不是 果然聪明 你们其中不缺高手 为什么不联合离开这里 小子 你太小看这里了 这里不仅有强大的防御系统 还有两位能秒杀先天强者的存在 秒杀先天境界的强者 这样的实力到了何种境界 看来此地不能久留啊 东仓和西仓的老大已经接到了命令 要在放风时对你动手 加入我北仓 联手一统四仓怎么样 北老大 谢谢你的要求 只不过我在这里待不了多久就会离开 所以很抱歉 小子 你以为这尾仓是你家骂 既然你不愿意加入 那就没必要对你客气 化尽圆满都不是对手吗 我估计北伙老大不出手 没人能压住这个小子 真是难以想象 一个没有内进的人 居然有如此的实力 好久没动手了 今天我也热热身 张天琪 很好 但愿四天之后你还能够平平安安地返回北仓 这个就不劳费老大操心了 回到自己的单间 张天琪正愁在这里找不到动物刷积分 突然一个小黑点 极快的速度弹射而过 跳蚤 太好了 小鸡 复制跳蚤的能力 成功复制跳蚤强大的弹跳力 一次就成功 看来这地方是我的伏地啊 压下激动的心情 张天琪直接将剩余的29次机会全都用完 复制失败29次 总积分219点 暂时不升级那些一级能力了 等攒够500积分 升级一项二级能力 接下来一连四天 张天琪除了抓跳蚤刷积分 就是在思考着如何离开这里 到时候找机会利用隐身离开 想必那两位修为再深不可测 也看不穿我的隐身能力吧 全体人员注意 所有人到舱外集合 自由活动时间三个小时 来到监牢外的场地 张天琪筹准击机会 在人群中试掌的隐身能力 直接从天而起 世界上就没有能够控制我的地址 等我疯了我还会回来呢 张天琪不知道飞了多久 很快隐身时间就到了 我这到底在什么方位 全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啊 就在张天琪喃喃自语的时候 突然远处的空中出现了两个小黑点 飞机 看来只能下海了 还好被雷蓉丢下海的时候 复制了鱼的能力 张天琪急速地向着远处游去 突然他发现了一条蓝点马胶 蓝点马胶 太好了 要是能复制这鱼的游泳速度 那可是厉害了 想到这里 张天琪尽量收敛身上的气息 向着悠哉悠哉的蓝点马胶游了过去 趁着对方不注意 一把抱了上去 小鸡 复制基因能力 成功复制蓝点马胶的急速游动能力 总积分349点 一次就复制成功了 这大海还真的是我的福地啊 这一刻 张天琪感觉现在的游泳速度 是之前的十倍不止 既然运气如此之好 那我就一鼓作戏 多多复制 而另一边 深海监牢之中已经炸弃了过 老大 你说那张天琪真的逃了出去吗 正常来讲 这绝对不可能 但是让我奇怪的是 为什么那两人不出来阻止呢 难道是没有发现 联系精度 派出飞机全面搜索方圆三百里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记住 这件事要保密 千万不能让哥主那一脉的知道 龙明子 我们两人在这里 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吧 对啊 你觉得 以我们两人的能力 能否离开这茫茫大海 如果倾尽全力 以我们二人的修为 越过无尽海域不是做不到 这是时间问题 能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不见 此人已经是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手段了 看来浙江湖逐渐地热闹起来了 而此时 正在大海中寻找目标的张天琪 远远地看到了一条电蛮 这让张天琪眼前一亮 随即急速地向着电蛮靠了过去 当张天琪触碰到电蛮的那一刻间 自己身体的僵硬 张天琪飘在水里半天才恢复过来 我擦 放电一点招呼也不打 彻底恢复过来之后 张天琪再次向着电蛮游了过去 这一次张天琪无比地小心 轻轻地靠近电蛮 手指倾触电蛮尾巴 立刻开启了基因复制 成功复制电蛮的雷电之声 总积分359点 张天琪感受这次的身体的变化 很快就发现自己体内所有的细胞都会进行 他现在的身 这大海果然是我的府邸 这样发展下去 我得拥有多少的超能力啊 看着不远处游过来的一条鱼 张天琪手指上闪过一条电池 这边桥鱼变成了一条胶鱼 这特喵的不是六脉神殿吗 张天琪开始不断地释放了电 再连续释放出了20道雷电之后 张天琪就感觉体内的电力不足 但只需等待一分钟 就能够恢复一条电力 压下内心的震惊 张天琪开始继续在大海中遨游 张天琪游了很远 都没有再发现合适的复制对象 于是准备钻出水面 看看外面的情况 刚出来他就看见几艘战舰 当看到那船上飘着的旗帜 张天琪一愣 鬼子的军舰 难道我游到小鬼子的海域中来了 突然几只点之外的军舰开 张天琪转身看向鬼子开火的方向 顿时怒火中烧 只见鬼子攻击的 这么大 虚人敢跑到我们的地方 欺负我们的人 张天琪瞬间冲天而起 飞到军舰的上方 拿出处于 一阵枪响过后 甲板上的小鬼子 全部领了盒饭 这时 军舰也套了枪 开了 刚进了 顺一般出现在了军舰的甲板 利用隐身的能力 直接进入了军舰内部 把开眼路 情况不对劲 速速关闭舱门 联系增援的干活 正当鬼子要去 关闭舱门的时候 忽然想起 除了鬼子军官之外 所有人直接被击毙 鬼子军官看着 慢慢现身的张天琪 直接呆住了 小鬼子 下辈子记着点 不要随意欺辱华夏人 王储物空间之中 收了一些武器 张天琪将剩余的炮弹 和炸药堆在了甲板上 然后隐身飞到高空 鬼子的军舰 缓缓沉入海中 远处的渔民 看见这一幕 纷纷跪在船上磕头 多谢神仙救命 多谢神仙 灭杀这些没有人心的出生 你们赶快离开吧 说不定一会儿 鬼子的人就会来了 渔民看了看四周和天空 却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听到了吗 是华夏雨 神仙让我们赶紧离开 快点开船 看着渔船离开 直到消失在海面之上 张天琪才一头扎进了大海之中 又不知道在海里游了多久 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 发现特殊生物水熊虫 是否复制强大的生存能力 水熊虫 居然是这个东西 强大的生存能力 听起来就不错 确定复制 成功复制水熊虫 强大的生存能力 总积分398点 感受着体内的精英细胞 正在发生了极大变化 张天琪瞬间明白了 强大的生存能力 到底是什么 就算是极高和极低的温度 以及真空状态 甚至是外太空都可以生存 加上必捕的修复能力 可以说是初步的拥有了不死之身 将剩余的基因复制次数 全部用完 张天琪决定先返回三星室 京都护龙阁总部 阁主唐国斌 看着面前站着的三人 你们三人身为护龙阁成员 训司王法 宪法你们关禁弊三年 取消所有福利待遇和修炼资源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进来 阁主 白凡 你是来为他们三人求情的吗 阁主 是我让他们将那张天琪 带往海中监牢的 我护龙阁三人死在其手上 其中一人更是皇祖的组长欧阳杰 这件事阁主不会不知道吧 这件事我知道 但是不分青红皂白 私自将张天琪押送到海中监牢 这样的人已经丢失了 身为护龙阁议员的最初信念 既然阁主已经做了决定 我身为护龙阁的护龙使 自然遵从 如果没事了 那就下去吧 但是记住 任何人不得插手天地二组 现在执行的任务 白凡没再多说 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你们三人自己去领处罚 三年的时间一天都不能少 阁主 如果这次鬼子的军舰 真的是张天琪所为 那此人拥有的能力 的确十分恐怖 此人是孤儿 为人没有大问题 只要不走邪路 就是我华夏的一人 老白 你刚才为什么突然收手 这可是收揽人心的好机会 唐国斌手中 可能握住了欧阳杰的把柄 而且这把柄 对我这个做师傅的 肯定也极其不利 这倒是有些麻烦 张天琪刚返回自己的别墅 电话就响了起来 喂 文龙 我这刚到家 你电话就打来了 天琪 我可是在你别墅周围安排了人 你一出现 我就立刻知道了 文龙 你还是少和我接触 因为我是逃出来的 现在胡龙哥估计 正在找我 也说不定呢 天琪 你也不要太小看我文龙了 只要在三星市 我文龙还是能够照得住的 我在酒店准备好饭菜 给你接风洗尘 天琪哥 你可算回来了 张大哥 你们三个人也能一起玩吗 天琪 快来 今天你可是要多喝两杯啊 天琪啊 雷家的事已经尘埃落定 这是你的那一份 你看看 要是有什么问题说出来 老头子我重新给你安排 我无所谓 童王怎么安排 我都没有意见 天琪 那张卡里面有五个亿 这太子宣是本事出名的酒店 他也是你的了 其他的就是一些股权 我说文龙 这酒店我又不会管理 我看还是你们拿回去吧 省得在我手里几个月给整黄了 放心吧 天琪 我安排了一个经理过去了 以后您有时间就去看看照 等着收钱就行了 文龙 童王 谢谢你们 在同一时间 十一中打出了一个电话 喂 目标已经出现了 你们可以出手了 张天琪 我师父奈何不了你 我自有办法对付你 小鸡 复制基因能力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失败 成功复制乌龟的无尽寿命 总积分437点 小鸡 是不是我现在拥有了无尽的寿命 宿主目前拥有寿命500年 想要拥有无尽寿命 需要升级基因能力 500年就500年吧 以后再慢慢升级 这么久没见大牛了 去看看他的店怎么样了 张天琪刚出门没多久 前面的路就被两辆相撞的车堵住了 张天琪只好下车去查看一下情况 你们没事吧 张天琪 又是你 怎么三星市只要发生大事情就和你有关 你就不能消停两天 我说李大警官 话可不能乱说 这二人是来杀我的 难道要我不反抗 让他们将我杀死 而在同一时间 局长王琪接到了一个电话 喂 不知道对面说了什么 原本有些懒散的王琪瞬间坐置了身体 是 是 我明白 我这就去做 张先生 不好意思 下面的人不懂事 让你跑了一趟 现在没事了 张先生我送你回去 王菊 这张天琪刚刚参与了一级枪击案 我们正在审讯 不能放他走 我是局长还是你是局长 枪击案的事我会调查清楚 现在立刻放人 李大警官 那我就先走了 张先生见笑了 我们也是为了办案 请你体谅一下 我现在开车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可不敢占用你们的时间 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看着张天琪离开房间 李嫣然气呼呼地盯着王琪 张天琪可不能惹 一个不好我就下岗了 不就是文龙和同家吗 我就不信他们能大过法 嫣然啊 这是上面的意思 我们放人就行了 至于其他的 就不是我们能参与的了 难道是 没错 是护龙阁高层说话了 你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就行了 少招惹这个张天琪 张天琪刚从警局出来 一个纸团就朝他及时而来 好强大的境界 到底是什么人 北郊外等你 北郊 难道又是杀手 虽然这样想着 但是张天琪还是决定前往 毕竟被人惦记可是一件很难受的事 张天琪来到了北郊 可是四周空无一人 就在张天琪准备到别处看看的时候 突然一道人影出现在他面前 仙天高手 你是什么人 张天琪 你现在可是在护龙阁之中出了名了 连阁主都亲自点名了 你是护龙阁的人 没错 但我不是来为欧阳吉报仇的 也不是要抓你回海中监牢 不是来报仇的 那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 其他的等一会儿再说 我受阁主的命令 看看你有多强 好 那就打过再说 看来我这电弧 完全可以和仙天高手的内劲拼一下 行了 不打了 我很好奇 你体内明明没有内劲 是如何做到飞行 又是如何发出到诡异电弧的 这个 是秘密 你的实力我会如实向阁主报告 现在我奉阁主的命令 邀请你加入护龙阁 一同守卫滑下 不好意思 我没兴趣 张天奇的话让对方愣了一下 要知道华夏有无数的人想进入护龙阁 但都没有门路 可这张天奇居然一口就拒绝了 张天奇 加入护龙阁不仅有各种特权 最重要的是可以定期得到修炼资源 以及更加高级的功法武器 不好意思 我是真的没有兴趣 但是我张天奇永远是一个华夏人 这个是不会变的 好吧 你的话我会转告阁主 对了 你自己多小心一点 欧阳节的靠山可能会找你麻烦 刚回来就不消停 这也到饭点了 去太子圈看看 血盾之术 他带着东西讨了 他受了重伤 又施展了血盾之术 肯定无法坚持多久 我们分头找 一定要把东西拿回来 剩余的两个五方至宝 一定要得到手 不能让其落入那些魔头手中 阁主 第四件东西已经出现了 但被魔教的人给带走了 如今下落不明 还在寻找中 什么 被魔教的人带走了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将东西给找回来 这么长的时间终于散够了 我的第一个三级基因能力 张天奇在思考一番之后 决定升级力量 宿主是否花费500点基因积分 升级力量到三级 是 小鸡 现在我的力量达到了多少 宿主目前力量为三级 在这方世界中达到了两万斤 两万斤 相信这样的力量 就算是先天境界的强者 也无法承受了吧 天奇哥 你快来 家里刚刚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我好害怕 别怕 我马上过来 这次算是命大 都用了血盾之术 根基受损 不过好在得到的水玲珑 有了这东西就有了筹码 算是值得了 你是什么人 亚男在哪 天奇哥 我在这里 就是他 看到童亚男没事 张天奇也放心不少 你要是不说话 我就只好抓着你 送公安局了 你一个普通人 身上的气血之力 居然如此的恐怖 我要是吸取了你的气血之力 说不定可以弥补我的损伤 吸取我的气血之力 你长得丑 想得倒是挺美 臭小子 敢和我耍嘴皮子 今天我就吸干你 你 你偷袭 这威力貌似有点大 以后得悠着点 这是什么 难道是古董 这小子 不会是个盗墓贼吧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还能让人产生幻觉 天奇哥 怎么样了 就待在楼上 等我处理好了 再下来 喂 完龙 你来一趟龙湖山童家别墅 我干掉了一个拥有黑色内金的人 非常诡异 还说什么要吸取我的气血 好的 我马上带人过来 好 我等你 黑色的内金 难道真的是魔胶的人 叫上安老一起去看看 天奇 这位是安道远安老 我闻龙能有今天 全靠安老的指点 安老 这位就是我的兄弟 张天奇 安老你好 我叫张天奇 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了 今日一见 小友还真的是让人吃惊啊 安老折煞小子了 好了 其他的是一会儿说 我先看看那个人 安老这边请 好恐怖的境界 这安老的修为到底有多恐怖 果真是魔教的人 而且修为在先天境界后期的程度 要不是对方身受重伤 你恐怕没这么容易杀了对方 此人不知为何 突然来到这里 张小友你随我来 我有话和你说 老头子我活了大半辈子 除了帆帮的那几人之外 像小友这样的人还是第一次见闻 真是颇有意思 安老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你是不是从那魔教之人身上拿了什么东西 没错 我从那人身上得了这个东西 张小友 这样东西 你永远不要再让它出现在任何人面前 否则你定有杀生之祸 安老 小子不懂 还请安老明示一二 相传我华夏古代有炼气势存在 可凭借特殊的方法超越武道极限 步入新的境界 只可惜如今大部分的炼气势都已经销声匿迹了 传说只要会具五行质宝 引动天地之力 也可找那一步 所以在这看似平静的现代社会之下 五行质宝引起了一场血雨腥风 而你手中的就是其中之一的水玲珑 水玲珑 炼气势 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人修仙 安老 能否给小子讲解一下武道境界 你果然不是正常的舞者 当先天静的静气开始液化的时候 就算迈入了宗师境 而将体内静气完全液化之后 在单点处形成了个金单 这个时候就迈入了大宗师的行列 多谢安老姐过 好好修炼吧 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回到别墅 文龙早已经安排人处理好了一切 文龙 多谢你 改天我们好好喝上一杯 不用客气 对了 我刚刚收到消息 上次的杀手是被人花了五千万找来的 电话打出的位置在四水市 四水市 貌似只有一个可能 十家的十一中 如果没错 也只有那十一中了 既然他不老实 那就不要怪我了 天奇 我马上安排人去四水市 暗中帮助你 顺便将四水市彻底地控制在手中 您小子 这是借助我将四水市滑入自己的地盘啊 这好处费应该怎么算才合适呢 天奇 你放心 等事情顺利完成之后 少不了你的那一份 一时间 三星市各处有许多人前往四水市 你说什么 三星市有人踩进四水市了 师爷 千真乱确 但是他们似乎还没有行动 目前已经聚集数百人了 他文龙想要干什么 这是想和我实播开战吗 他们说文龙放出话来了 要在四水市插起 好的文龙 通知阿彪 带人暗中盯着 要是文龙的人敢行动 直接出手灭了他们 不对劲 绝对不对劲 算了 我还是先到青城山师傅那里躲一下比较好 张天奇来到四水市 隐身进入十家别墅 可找遍了整个别墅都没有发现十一中 居然不在家 难道提前跑路了 张天奇正在思考如何找到十一中之时 文龙的电话打了过来 喂 天奇 刚刚我得到消息 十一中前往了青城山 他应该是提前得到了消息 师傅 我打算好好跟着你修炼几年 提升修为 你小子不会是成了什么祸 想跑到这儿来避祸的吧 师傅 看你说的 我是一中可是从来不敢忘记师傅的教导 我就是单纯的想好好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的画境 散修张天奇 前来青城山摆山门 你是不是暗中做了什么 师傅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真的 没做什么最好 我先去看看 张兄弟 上次三心事一别 已有不少时日 今日来我青城山 我可要好好进一境地主之一了 上次我说过 让你徒弟安分一点 结果呢 他居然在背后搞小动作 让十一中出来吧 张兄弟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有什么事坐下来慢慢聊 没有误会 让十一中出来吧 要不然我就自己进去找 一瞬间 山门处气氛无比的紧张 周边不少的青城山弟子 开始聚拢过来 让十一中出来 就死他一个 要是你保他 那青城山今日免不了血流成河 小子 好大的口气 赶来青城山撒野 看你有多大本事 所有弟子都不许乱动 青城山掌门人鱼仓见过小友 不知小友前来 我青城山伤我门人 所为何事 散修张天奇 前来向贵派弟子十一中讨个说法 可是没想到这青城山居然包庇他 师弟 这是怎么回事 小五去我院落中将十一中给我带过来 是 小五去得快 回来得很快 骑兵掌门 十一中不见了 什么 这小畜生居然敢骗我 张小兄弟 你放心 我一定将那臭小子带回来 当面跟你对质 不必了 我自己去找他 好快的速度 是先天高手吗 居然恐怖如斯 妈的 张天奇 居然找到这里来了 这次回去我就下点血本 出一个一 我就不信买不了你的命 哟 讨得挺快啊 我是府能 我师父怎么没来 学人长杀手杀我 我说过 你要是敢搞小动作 我就送你见阳王的 张大哥 你大人有大量 方为一刺 我给你一亿补偿 保证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了 狗改不了吃食 你还是去和羊爷爷说吧 无论如何 他也是我清城派的一个外籍弟子 如今死在我清城山势力范围 我这个当掌门的也不能什么事也不做 江湖市 江湖两 出手吧 真是没想到 武林之中居然出了你这样的青年才俊 看来我们真的是老了 江湖是你们年轻人的了 比掌门过奖了 石家做的事 相信你身为清城山的掌门 肯定多少有所耳闻吧 为了我师弟 我这个掌门居然也放松了规矩 差点迷失了武道之心 实属不应该 武修之人还是少和世俗所事挂钩 石家从似水师消失 于掌门对这是怎么看 彻底断了念想也好 清城山想要回归一个武林门派的真实身份 就要下猛药 于掌门为人身名大义 让张某佩讽 石家必须消失 告辞了 真是一个天才 年纪轻轻居然有如此的造化 恐怕能够和龙凤榜上的那两位一较高下了 掌门师兄 你怎么样 于海花音落下 就看到了不远处已经没有了生命栖息的实意中 欺人太甚 张天奇 我清城山和你没完 放肆 清城山从今天开始 任何弟子没有命令不准出山 世俗间不再收集名弟子 通知所有人 四水士石家和我清城山断绝往来 掌门师兄 不可 现在只有仅靠世俗界 我们才能够发展得更快 石家是摇钱树 不可放弃啊 师弟若是觉得这样的决定你接受不了 那就脱离清城山 去世俗之中享受生活 我会在师父牌位前聘你焚香 掌门师兄 我懂了 或许我就是被世俗的繁华给蒙蔽了双眼 从今天起 我定专心研究武学 抛开世俗的牵绊 争取早日步入先天 文龙 十一中已经死了 清城山不会再过问石家的事了 剩下的我可不管了 你自己搞定 天奇 你可真是给我一个大惊喜啊 连清城山都这样容易被你搞定了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我直接回去了 一群饭桶 在自己的地盘上让人把场子给挑了 兜人 通知阿彪 一定要把场子给我找回来 我要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四水士的老大 是 师爷 师爷 不好了 刚刚清城山弟子将石少爷的尸体送了回来 你说什么 我儿死了 不可能 他师父是清城山高人 有谁能够杀他 谁敢杀他 师爷 真的 少爷的尸体我刚刚确认了 清城山还说从今天开始和石家断绝一切往来 天奇哥 你就答应人家好不好 好不好吗 那我可先说好了 我只是去替你们教训 那跆拳道社找来的高手 其他的 像什么败事 教武功我可不干 天奇哥 你放心 只要你能打败那个嚣张的坏蛋就可以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先回去了 童亚南刚走 护龙格的流音再次上了门 张兄弟 好久不见 前来打扰 你不会不欢迎吧 哪有的事 我相信你不是来找我聊天的吧 张兄弟就是快人快语 实不相瞒 我是奉阁主之命 前来给你送邀请函的 武道交流会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要选武林盟主了 现在社会了 哪有什么武林盟主啊 就是一个官方举办的活动 让各个门派不要固步自封 多交流武的心得 而且还可以交换资源 放心吧 我一定准时到 等流音离开之后 张天奇走出别墅 准备找动物复制基因能力 恰好在此时一只蜻蜓飞过 张天奇眼前一亮 立刻出手抓住了蜻蜓 小鸡 复制蜻蜓的基因能力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成功复制蜻蜓的复眼 仔细感受着眼睛的变化 张天奇多少有点失望 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还不如抓只老鹰来复制鹰眼呢 感叹过后 张天奇继续复制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失败 成功复制蜻蜓特殊的飞行能力 总积分196点 片刻后 张天奇慢慢地双脚离地 漂浮了起来 最后停留在了距离地面 30公分的位置 张天奇尝试着在空中行走 这不仅是装逼力气 而且要是在空中打斗 绝对能够发挥出 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可是比之前的飞行 强上很多啊 自从上次跆拳道社长 调布城对张天奇做了之后 跆拳道社就有点不景气 可是直到一个人的到来 让跆拳道社的声望再次飙升 这次童亚男叫张天奇来 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高手 哟 这不是童大笑话 周大笑话吗 两大笑话不是加入了 华夏武术社吗 怎么 是不是觉得 还是我们跆拳道社强一些 所以想加入我们 你们别得意 今天我们就让那个叫韩诚的 变成大猪头 顺便让他知道 我们华夏武功真正的厉害 听说有个棒子国的人 嚣张地说 我们华夏的武术不入流 让他出来 我想见识一下 口气这么大的人 长什么屌样 张天奇 韩诚是我国年轻一代的 领军人物 请你放尊重一点 领军人物 好大的头衔 不过你作为我的手下败将 是不是也应该放低 自己的姿态啊 就是你想见我 你谁啊 乱打什么话 滚一遍去 你招四 天奇哥好厉害 天奇哥是最棒的 张天奇 你知不知道 韩诚的身份 你敢把韩诚打成这样 你是真的不想活了 这里是华夏 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到了这里 是龙女老子盘着 是虎给老子窝着 就在此时 纪昆从外面冲了进来 一把抱住张天奇的腿 师父 终于又见到你了 请受徒儿一拜 张天奇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给吓了一跳 一脚将对方踢开 天奇哥 你还记得他吗 他叫纪昆 现在是华夏武术社的社长 看着再次抱着自己腿的纪昆 张天奇实在是无奈了 你先放开 不 我不放 除非你答应收我为徒 我不可能收你为徒 不过你先放开 我可以给你找一个人 教你武功 真的吗 太好了 我要学正宗的华夏武功 看着纪昆 张天奇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文龙的手下花佛 回到别墅 张天奇迫不及待的 就开始了基因能力的复制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30次 获得积分30点 总积分226点 虽然基因能力没有复制成功 但是积分超过了200点 又能升级一项基因能力到二级了 思考一番之后 张天奇选择升级雷电之身 宿主是否花费200积分 升级雷电之身到二级 是 话音落下 张天奇体内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原本张天奇体内的细胞 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八电机 不断地产生电流存起的张天奇体内 而如今张天奇体内的发电细胞 完全重变了一些 如此产生的电流更加快 此时在张天奇 浑身有一道道电流闪动 调查的怎么样了 回阁主 那魔教的人彻底失去了踪迹 如今调查已经停滞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找到水玲珑的下落 另外通知天祖和地祖 华夏五道交流会马上开始了 把那边盯紧点 那小子有点诡异 这次你去了之后 带几个人 不管用什么办法 务必将其击杀 白老 他就是一个年纪二十多岁的少年 我自己前往就行了 没必要大动干戈 那小子身上有秘密 而且唐国斌已经派人和他有过接触了 白老 你的意思是那小子已经投入唐国斌那边了 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那小子绝对不会是我们的朋友 对了 唐国斌暗中肯定安排了眼线 你们坐视小心一点 五道交流会 难道那几个老家伙也知道了会有千年人生忙出现 不知道这么多年他们有没有踏出那一步 喂 天启哥 我在大牛哥的烧烤店 过来一起聚一聚吧 好的 我一会就过来 挂断了电话 张天启又拨通了文龙的号码 文龙 有空没 去大牛的店里喝两杯 可以啊 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的生活了 刚好似水师那边也逐渐的稳定了下来 去放松放松 天启哥 你来了 随便拿点吃的 再拿几瓶啤酒 一会文龙还要过来 天启哥 这是我烧烤店开业 你第一次来 你先坐着 我知道你喜欢吃啥 我去给你烤串 一会儿我们好好喝一杯 天启 也不知道等等我 自己就先吃上了 大牛正在烤好东西呢 一会儿分你一串 你不会是虚了 让大牛给你烤腰子了吧 那碗一二味太大 我就不吃了 大牛啊 你这烧烤做的是真不错 如果你用心将来开分店 我想你一定是一个大富豪 天启哥 我哪有那些追求啊 我就想将来能给小丽一个 做好的生活 就满足了 离开烧烤店 文龙安排车 送张天启回别墅区 齐哥 情况不对劲 我立刻联系龙哥 不用了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解决 在回别墅的路上 你先去办 就在张天启的车上 齐哥 情况不对劲 我立刻联系龙哥 不用了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解决 好大的手笔 你们是护龙哥的人吧 张天启 别废话了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一起上 速战速决 正好 今天就拿你们试试 我的二级雷电之身 臭小子 有点本事 让你见识一下 我的四金掌 人呢 怎么不见了 你是在找我吗 解决完所有人 张天启掏出手机 拨通了护龙哥 刘英的电话 有人要杀我 先见进见 在哪里 距离龙湖山三公里处 湿地公园边的树林中 好 等我 没过多久 刘英就带着两个男子 出现在了张天启所在的地方 我知道他们是来自护龙哥的 我就想知道 他们是受谁的指示 张先生 这么跟你说吧 这个人不是你现在的实力 可以对付的 是不是那欧阳杰的师父 所谓的护龙哥的护龙使 既然你已经猜到了 我也不瞒着你了 没错 那个人就是护龙哥 四大护龙使之一的白凡 白凡 很好 用不了多久 我就让他下去 和他徒弟团聚 第二天一大早 张天启抱着同亚男的狗 开始复制基因能力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成功复制狗的警觉性 总积分127点 对于这样的一项基因能力 张天启并没有太过于兴奋 就在这时 手机响了起来 天启 棒子国寒一口的手下找到了我 花五千万要打断你的辞职 听到文龙的话 张天启瞬间就知道 是寒城背后的人 文龙 我需要那个什么 寒一口的所有信息 包括地址 有消息了 告诉我一声 好的 我去帮你调查 转眼到了华夏武道交流会的日子 此时的武当山已经人影绰绰 无数的门派舞者汇聚在此 唐兄 这么多年不见 你这修为我可是真的看不透了 宋兄 你可别吹捧我了 江湖中谁人不知道 你一身的太极神功神秘莫测 姥姥 如今已经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宋老鬼 还不出来迎接老朋友 这二人是谁 好强的内心 是啊 感觉此二人身上的气息 比之武当山掌门还要霸到三分 居 小点声 别乱说话 这二人就是十多年前 被江湖人称之为 正邪二圣的山大王和龙明子 山大王 龙明子 来就来吧 老头子我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 迎接就免了吧 宋老头 就你这身子骨 早晨还能立起来吗 龙明子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这般不正见 我倒是谁 原来是安道远你个老东西 单老友 十多年未见了 别来无恙 是啊 一眨眼都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都老了 谁又能抵得过岁月之力呢 请 这么热闹的大会 怎么能少了我呢 杀手之王 魔女贝贝 怎么 这里有你的目标吗 听说这次会有千年人身亡现世 我就来凑个热闹 阿弥陀佛 一众老友军聚在这里 老纳来得有点晚了 姚纯大师 没想到你也亲自起来了 阿弥陀佛 这么多老友都来了 老纳自然也要来凑个热闹了 十多年了 老头子我也来凑个热闹如何 急吃 几十年了 你不是待在你的雾脊骨不愿意出来吗 龙明子 告诉你 我雾脊骨中那颗灵芝草 你想都不要想 华夏散修前来武当山参加华夏交流会 这科目是谁啊 一个散修 还给自己加点出场特效 你们看 那人居然能够虚空而立 这位前辈来我武当山 未曾远迎 还请恕罪 不知前辈如何称呼 这怎么可能 难道对方已经突破五道极限 步入了陆地神仙之流 好一个虚空漫步 如此随意自如 身上不发出一丝的内进波动 恐怖如此 天下绝顶星宫 我大多见识过一二 能做到这样的绝对没有 而且此人身上毫无内进波动 难道这史上真的有人突破了五道极限 那收集五行至宝的意义在哪里 阁下好高明的手段 但是我感觉出书透着古怪 我很是好奇 见谅了 好快的速度 再来 龙老头 差不多得了 龙老头 助手 这小友是我唐国斌的贵客 张小友 既然来了 就大大方方的是人 不要藏头露尾的 张天琪 我邀请你来参加这交流大会 你怎么跟做贼似的 原本张天琪还想隐藏身份参加这五道交流会 看样子在这群人面前 是根本不可能吧 怎么可能 此人如此年轻 此人到底是谁 如此年轻 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秀为 人群中 青城山的掌门 鱼藏一阵后怕 上次他留守了 幸亏没有暗中动手 要不然我青城山估计已经成为历史了 张小友 最近一段时间 你的名字可没少出现在我的耳朵里啊 我叫唐国斌 如今护龙阁阁主 原来是护龙阁唐阁主 不知道你们护龙阁有位叫白凡的护龙使来了没有 张小友真是性情中人啊 不过有些是急不得 既然唐阁主这样说 那这事就先放一放 张小友 一段时间不见 你似乎变得不一样了 让人难以捉摸啊 安老说下了 我这点能耐 在前辈眼中 不值一提 唐老头 安老头 怎么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看看 差点忘了 这位叫张天奇 你就是那个从海中监牢之中神秘消失不见的小子 不知二位是 山代王 龙明子 原来是两位前辈 曾在那海中监牢之中听闻过两位的一些信息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 相次 能够在我们正邪二圣眼皮子底下逃走 你是第一个 我很好奇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这是个秘密 相次 今天你要是不说清楚 我就让你知道我手段的很辣 小弟弟 别害怕 有姐姐在这里 没人敢欺负你 这位美女姐姐怎么称呼 小弟弟 你可以叫人家贝贝 贝贝 这名字不错 简单好记 小弟弟 刚才你那一身轻功诡异无比 能否教姐姐啊 姐姐不会亏待你的 要想学的会 先陪师傅睡 我可是陪我师傅睡了好久才学到的 姐姐 你真的想学啊 听到张天奇的话 贝贝直接转身站到了一边 好了 武林个门派和友人都到的差不多了 武道交流大会也开始吧 武道交流会现在开始 今日龙凤榜六人接受年龄三十岁以下的武者挑战 胜者入榜 败者下榜 最终上榜者可获得上品增弃单三颗 一年内可有机会入武学秘动参悟三天 接下来 有数十个年轻武者出来挑战了 只可惜没有一人能够成功 一时间 场面冷了下来 张小友 有没有兴趣上去挑战一下 哇 还是算了吧 我就是来看热闹的 就在张天奇话音落下的同时 龙榜第三名王雷突然站了出来 刚才见阁下 轻功绝世无双 在下龙榜第三王雷 向阁下请叫 别看我 不是我的安排 看来不露两手是不行了 看招 一招 这怎么可能 这王雷修卫先天晋后七天方 怎么可能一招都挡不住 这张小兄弟释放的似乎是雷电 难道他和那龙虎山的老道有什么关系 这个不好说 但是张小兄弟所释放的那电流似乎和那老道有些不一样 龙榜第一段无影 请至叫 请 段无影也败了 看来这个叫张天奇的才是我们华夏武林年轻一辈的第一人啊 我看未必 毕竟凤榜之上有一位还没有出手呢 小女子凤榜第一秋水一 请公子赐教 不是男的挑战龙榜 女的挑战凤榜吗 你挑战我做什么 公子有所不知 只要上了龙凤榜 就可以相互挑战 原来是这样 公子所学小女子未曾见过 不知公子可否告知 随着秋水一的话音 一道道音波冲向张天奇的脑海 我有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 就在张天奇刚要开口说出秘密的时候 系统给了他当头一棒 张天奇瞬间清醒 这怎么可能 你的意志力竟然坚弱磐石 趁着秋水一愣神之际 张天奇果断出手 对出强大的变鼓 瞬间吸在了秋水一的身上 华夏武林能够出现张小兄弟这样的奇才 是我华夏武道界之福 经我们各方商议 龙凤榜原有人缘保持不便 在这之上 重新设立天榜 名额一位 入天榜者 定是我华夏武道界年轻一辈第一人 张小兄弟为天榜 创立以来第一位天榜交子 张小兄弟 如今你可是华夏年轻人之中的第一人了 有何感想 唐老 我能有啥感想 我就是来凑个热闹 现在这不是把我下火上烤吗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出现在场地中央 诸位前辈 各位朋友 前几日 我铁掌帮和落花流水四派 一同发现了一株千年人参王 为了避免武林同道相互残杀 不将这千年人参王拿出来 在场的所有人只要拿出相应的补偿 就可以参与争夺 老头子我来带个头吧 这是生长在五物旗鼓之中的血跃果 对于强大气血之力又奇象 张天琪看到这一手远距离空物漂浮 羡慕的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 等系统升级之后 把你们挨个复制一遍 到时候 有人带头 其余人也纷纷拿出一些修炼的武道至宝 突然 张天琪脑海中传入一道声音 张小友 有没有兴趣争夺一下 要是能够成功 我答应千年人参王炼成丹药之后 有你一半 等我可以复制人的内镜 和五级修为时 这千年人参王炼成的丹药 是不是可以将我的修为大幅度的推进 想到这里 张天琪直接答应了下来 那就说定了 成功了 我要一半 各位 我这位张小兄弟也想参与 他的那一份我替他交了 鬼鬼祟祟 什么人 宋天河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的太极神功居然修炼到了如此的境界 没想到连魔教的教主莫颖也前来凑这个热闹了 人来的挺急的 唯独缺一个龙王了 莫颖 赶快交钱吧 时间不等人 别再废话 对 最好不要捣乱 要不然别说你是男人 我照样捅你 是吗 你就不怕钥匙回不去了 你的几个老婆会哭断肠 我看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 也不妨告诉大家 这种人参我要定了 哪来的野小子 口气这么大 好诡异的身法 没有丝毫内进波动 没想到十几年的时间 华夏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少年奇才 莫颖 还是说正事吧 如果这千年人参被我得到 换取你魔教的火之精 你愿不愿意 想得美 千年人参 各凭本事 花落谁家还未知 别说废话了 开始吧 阿脑头 你想得美 太可怕了 这就是大宗师的实意吗 是啊 恐怕这九人根本就没有出全力啊 咦 张天奇怎么不见了 此时的张天奇已经隐身进入战场 瞅准是机 摘下人参王消失在了空中 这千年人参王是我的了 大家想必没有什么意见吧 我看到了什么 千年人参王居然被他给夺去了 我猜 这也太扯淡了吧 依我看这张天奇身上绝对有大命令 张小兄弟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唐老 这千年人参给你了 但是我要你一个承诺 张小友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想有一天有求于你的时候 不管什么要求 你都能不答应 我说张小友 你不会是有什么特殊喜好吧 唐老 你小电影看多了吧 我取向很正常 好 我答应你 等我系统升级之后 就来找你复制能力 张小友 我还是没能够看透你啊 老夫在三星室等你 有些话和你说 先走了 小子 我们正写二圣从未见过你这样的奇才 等你有时间 到海中监牢来一趟 我们有事和你说 华夏五道界能够出现你这样的天才 真的是华夏之福 加油 我看好你 五道交流会之后第一时间离开 越快越好 听到奇事的传音 张天启眉头一皱 武当掌门宋天河应该不存在威胁 布隆格阁主唐国斌也不存在 少林廖臣大师似乎也不可能 魔女贝贝 魔教教主墨颖 肯定是他们俩人了 各位同道朋友 明天开始是五道交流会自由交换资源的日子 今天我武当山为大家安排了饭菜和煮菜 人生王归属已定 墨颖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难道你还想和这些正道人士同桌品茶不成 我是魔教教主 但你身为公认的杀手之王 恐怕比我还要见不得光吧 二位不必争着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何不入内喝杯清茶 宋掌门的好意 我心领了 喝茶就免了吧 告辞 张小友 请 里面杯了清茶一杯 真是神仙之地啊 常年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想不长寿都难啊 正在张天奇感慨之时 突然从草丛跳出一只蝉蝠 看着面前的蝉蝠 张天奇强忍着恶心抓了钱 小鸡 复制基因能力 成功复制蝉蝠的百毒肢体 总积分166点 张天奇仔细地感应一番 可是也没有发现体内有什么变化 小鸡 这百毒肢体是什么能力 百毒肢体 可以让宿主免疫这方空间常见的百毒 后期可以升级为万毒之身 见识天地之间没有毒 可以伤害到宿主分毫 原来说小看了这百毒肢体 回到店前广场 资源交流会已经开始 张天奇发现都是一些珍贵的草药 不完整的密集工法 还有一些神兵利器 只可惜这些东西 在张天奇眼中一文不值 对了 一直未来的疾问 不知张小兄弟师成何人 我就是一介散修 没有师门 张小友 不如你入我武当山 我可传授你武林绝学 太极神功和太极十三世 张师主 我少林七十二绝技强横霸道 又有镇四至宝一金经 如师主入了少林 均可翻阅 你在牛逼的神功绝技 等我系统升级 就可以直接给你复制了 我干嘛还辛辛苦苦地去修炼 多谢两位前辈的后爱 只不过小子喜欢当一只贤云野鹤 所以只能说抱歉了 二人听到张天奇的话 便没再多说 此次武道大会 让小子大开眼睛 也多谢前辈们的照料 小子告辞了 张天奇说完 直接冲天而起 他实在害怕这几人 再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如此轻声功夫 这世间有谁能敌啊 舍 这样的轻功 我们这些老家伙 也是自愧不如啊 听二位这么一说 那我也不用担心了 相信这小子能够应付 张天奇正急速飞行 不然让江峰熄来 还真的来了 鬼鬼祟祟的 前辈身份尊贵 虽然也做这种 下三乱的事 哈哈哈哈 好厉害的身法 莫颖教主 怎么 半道拦截我 是不是想强卧点什么 小子你很聪明 所以就不用我多费唇舌了 交出来吧 就在这里交出来 是不是不好 最起码也得先看个电影 吃个饭 熟悉一下之后才行吧 你说呢 贝贝 小弟弟好厉害 这样都被你发现了 你要是约我 去看电影吃饭什么的 我可以考虑一下哟 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 发现你并不难 只是让我不解的是 你被称之为杀手之王 这件常识都没有吗 你不会以为我杀手之王的称号 是靠暗杀的来的吧 我靠的是绝对的实力 张天奇 教出你的轻功身法 还有那突然消失的方法 我可以放你离开 你也是为了这个来的 对啊 我要是有了你这两项能力 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是我杀不了的呢 两位都是一等一的顶尖高手 那我给谁好呢 你不用挑拨理解 我先亲向你再说 看来现在的自己 根本无法和这些顶尖的大佬相比 不是一个级别 小弟弟该我咯 面对两大顶尖强者 张天奇毫不犹豫地开启隐身 眨眼间冲向远方 莫颖 你魔教不是有燃血缩魂大法吗 为何不用 你不是也有千里缩魂数吗 你又为何不用 张天奇利用隐身能力 早已经飞到了数百里之外 看来三星是暂时不能回去了 先找个地方待几天 将系统升级了再说 思考一番 张天奇决定到四水市先待一段时间 顺便去动物园固制基因能力 唐国斌得到了千年人身王 估计不出三天 丹药就能够出炉 要是让唐国斌那边的人做出突破 我们就彻底没有机会了 对 联系他 我相信我们这么多人联手 绝对能让唐国斌做出妥协 四水市酒店 张天奇拿着手机查看着 有关动物方面的知识 一条关于海参的介绍吸引了他 海参身体不仅柔软 而且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就是让身体液态化 并且以此来通过很狭窄的空间 这个能力让张天奇心动不已 于是张天奇让酒店送来了一只活的海参 小鸡 复制基因能力 成功复制海参的液化能力 总积分176点 小鸡 我现在这液化能力能达到什么程度 宿主液化能力为一级 可将身体完全软化 通过狭窄的空间 等基因能力升级到二级 可完全液化身体 无孔不入 又是一大神迹 今天还有29次机会 去动物园碰碰运气 张天奇本想在动物园复制大象的能力 可在动物园逛了一圈 发现这动物园根本没有大象 最后只好将目标放在了老虎和狮子身上 小鸡 复制基因能力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成功复制老虎的基因能力虎扑 总积分214点 小鸡 这虎扑是什么能力 虎扑斩的一瞬间 宿主双手拥有强大无比的抓力 自动降低目标三分气势 不错不错 今天的复制次数已经用完了 明天再来复制狮子的能力 回到酒店 张天奇看着214点基因积分 激动无比 升级一项基因能力到二级之后 就可以升级系统为二级了 到时候就能够复制人类的能力 小鸡 升级防御能力到二级 防御能力已到二级 感受到身体发生的巨大变化 张天奇了解了什么叫做真正的防御 现在的他不仅可以完全防御刀枪 而且连一些五枕枪大的内极 在惧怕 不错 那小王八没白养 这能力也是逆天啊 宿主达到系统升级条件 请问是否自动升级系统到二级 小鸡 系统升到二级需要多长时间 这期间我还能不能正常复制基因能力 系统升级时间为24小时 期间系统无法正常使用 升级完成正好是明天这个时候 不耽误去动物园 小鸡 升级系统 系统开始升级 阁主 那千年人身亡所炼制的丹药 我们三人要三颗 那千年人身亡不是我一个人的 所以就算是有五颗或者六颗丹药出炉 都有别人的一半 而剩下的另一半 我早已经有了安排 你们就不用费尽心思的打主意了 没有其他事的话就先出去吧 老白 现在怎么办 既然这样 那我们不如引敌人进来 大量消耗他的人 最好是让他也受到重创 届时就别怪我们下狠手了 系统升级完成 小鸡 快介绍一下系统升级后的变化 系统目前等级二级 复制动物能力和复制人类能力的次数总和 为每天三十次 复制人类的能力不可升级 那复制不同人类的内进可以相互叠加吗 可以叠加 但是内进容量超过宿主身体承受极限的话 所剩余的内进会自动消失 同时 复制动物基因能力的距离由接触延长到一米 复制人类仍然需要接触方可进行复制 不错 果然没让我失望 看来我一飞冲天指日可待啊 检测到动物基因能力出现重叠 宿主可以选择将相同类型的基因能力进行融合 现在不融合 我先去复制狮子的能力 然后回三星室去复制安老 张天琪再次来到动物园 隐身站在了距离狮子一米的位置 小鸡 复制基因能力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成功复制狮子的基因能力失吼 总积分101点 顾不得仔细感受体内的变化 张天琪直接动身赶往了三星室 晚辈张天琪前来拜访安老前辈 原来是张小友 进来吧 院子里 安道远正拿着一个水壶给花浇水 面对这样的一幕 张天琪直接上前抓住了安道远的手 安老 消化这样的活 怎么能让你亲自动手呢 让我来就好了 小鸡 快点启动复制 人类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知道用完了所有的次数 也没能复制成功 卧槽 有没有搞错 这第一次复制人类的能力就以失败告终 西藤你出来 解释一下 宿主复制的目标对宿主防备心越大 实力差距越大 成功率就越低 就在张天琪跟系统交流的时候 安道远赶紧抽出手 与张天琪拉开了距离 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天才人物 居然是这样的人 吓老头子一跳 这时 张天琪才反应过来 抬头看了看站到一边的安道远 安了 这话我给你交 一会儿交完了我再走 张小友 这话已经交完了 你赶紧离开吧 老头子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呢 原本安道远有很多事和张天琪说 可是现在看到张天琪就觉得浑身发凉 离开院子之后 张天琪拨通了刘英的电话 喂 我想见你们阁主唐国斌 阁主最近在京都有重要的事 无法脱身 如果你想见阁主 只能亲自上京都 没问题 你替我安排一下 我要明天就见到唐阁主 好 我现在先汇报一下 然后晚上过来接你 回到别墅 张天琪开始研究基因能力融合功能 小鸡 融合重叠的动物基因能力 成功融合游泳能力和水中速度 宿主游泳速度增强30% 水中下潜深度增加100米 成功融合游泳和蜻蜓飞行能力 宿主飞行速度增加30% 空中灵敏躲闪增加30% 有了这样保命的本领 天大地大 哪是我不能去的 师父 我来看你了 大牛有心了 我教你武功这件事 你不能向任何人提起 知道吗 师父你放心 我保证不会向别人说 以后没啥事别来我这里 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下午 张天琪跟着刘英坐上直升机 来到了京都 张先生 阁主说了 让我们在这里等他 行 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这里 白货龙使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不能来吗 还是说这里有见不得人的事 你就是那个无耻之人欧阳杰的师父 你就是三星室的那个张天琪 不错 正好 今天我就结果了你 白货龙使 张天琪是阁主邀请来的 你不能乱来 哼 今天不管谁来 这小子都要死 臭小子 居然有这样新奇的手段 不过这还不够看 白货龙使好大的脾气 在护龙阁内对我的客人出手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阁主 阁主 张天琪杀我爱徒 而且曾出手击杀我护龙阁多人 这样的人不死 我护龙阁还有什么尊严 白凡 不要以为联合另外两个护龙使 就可以来挑战我的底线 阁主 我还有事 先告辞了 张兄弟 难得你来找我 一定是有重要的事吧 唐前辈 我来时有几件事 想和你好好聊一下 小姬 复制人类能力 人类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成功复制人类能力精通武技 总积分253点 也就在此时 唐国斌猛地将手抽了回去 退了好几步 那个 有事我们坐下慢慢说 张天琪没有理会唐国斌 因为此刻他脑海中多出了许多的武技功法 一门门强大的武技让张天琪兴奋不已 可是过了一会儿 张天琪就发现虽然有这些无比熟练的武技 可是体内却没有内进 空有招式根本无法发昏出威力 想到这里 张天琪看了看不远处的唐国斌 就想上前继续复制 当唐国斌看到再次靠近自己的张天琪脸色一变 身上一道气息涌出 阻挡住了张天琪 那个 张兄弟有什么话就在那里说吧 我最近感冒了 靠太近会传染的 你还是离我原点的好 听到唐国斌的话 张天琪愣在了原地 半天后才反应过来 唐前辈 不知那千年人参王是否炼制成了丹药 还在炼制中 张兄弟恐怕要等几天了 两人聊了许久 张天琪始终无法再靠近唐国斌 就连之前说好答应张天琪的一件事 也被唐国斌直接拒绝 理由是干啥都行 但就是不能让张天琪靠近他 这也让张天琪有种无力感 马的 好像被误会了 也是 你说就那么抓着一个大老爷们的手半天 换谁也会起鸡皮疙瘩 这张兄弟一带鬼才 没想到居然是个同志 真是可惜了 每次想到张天琪抓着他的手半天 并且一副享受的模样 就一身的鸡皮疙瘩 跟着刘英离开护龙哥的基地 张天琪突然眼睛一亮 将手放在了刘英的肩膀上 张先生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事 让我扶着站一会儿 难道之前和白护龙屎交手受伤了 人类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成功复制人类的先天内劲 总积分315点 这一瞬间 张天琪只感觉到自己体内 凭空生出一道霸道无比的内劲 开始不平地在身体里流着 先天境界的内劲 算是不错了 我可以多复制点 然后融合 起少重多 张先生 你没事吧 没事 刚才有点不舒服 我还有其他事要办 就先不回去了 告辞 散修张天琪 前来掏扰武当 原来是张小友 快快进来一讯 见过宋之人 张小友客气了 短短数日的时间 小友又登离武当 不知所为何事 晚辈近日修炼有所得 但是在俗世中 始终觉得缺少一番安静 过前来打扰 打扰算不上 小友请随我来 前辈 不知来这里是 这里是我武当山的武道风 小友既然说心有所得 那这里让小友 顿悟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希望小友能够有所得 悟道 我是没有这个天分了 不过复制 我还是可以的 明天开始 一个个找武当弟子 这应该比悟道来的 还要快上不少吧 走进房屋 张天琪看着315点积分 小鸡 升级必活的修复能力 修复能力已升到二级 二级修复能力 可以瞬间愈合任何的内伤 以后我这也算是 半个不死之身了吧 晚上张天琪试着打坐 只可惜还没有半个小时 就一头栽倒在了床上 打起了呼噜 好一处人间心静 好一处悟道风 就在张天琪感叹的时候 发现不远处的山峰之上 有武当弟子正在练功 随即眼前一亮 向着武当弟子练功的地方 飞了过去 张天琪的身影从天而降 张张 不用在意生活 我们各论各的 我刚才也是看各位在练功 所以过来看看 人类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成功复制人类能力先天内建 总积分168点 复制成功之后 张天琪又将手放在了另一名弟子肩上 不错 武当山真的是人才积极啊 你们就是华夏武林的未来 人类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成功复制人类能力咬牙放屁 总积分275点 你大爷的 咬牙放屁都出来了 这一波可是亏大了 还要花费100积分取消这个能力 宿主确定消除人类能力咬牙放屁吗 确定 消除成功 剩余积分175点 继续复制 人类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成功复制人类能力先天内建 总积分246点 初位 我还有事 你们继续练功 回到房间 张天祺急忙召唤系统 小姬 融合三位先天强者的内筋 张天祺话音落下 就感受到体内的内筋飞快地运动起来 三道强大的内筋 在张天祺体内运行着小周天 继而转为大周天 周而复始 感受着体内蓬埃曾经的内筋 张天祺身上爆发出一种极其强大的气息 武当大殿中 正在打坐的宋天河猛然间睁开眼睛 这内筋强度 难道踏入了宗师境界 当真是妖孽之中的妖孽 小姬 我这样复制内筋融合 会不会因为内筋的属性和差异 出现什么问题 这点宿主无需担心 系统在融合时会自动处理 张小友真的是让人震惊 短短一天的时间 就从先天踏入了宗师境界 小子突破纯熟巧合 也要多谢宋前辈 让我在这误导风修炼啊 看来我现在的内筋 相当于宗师境界 下次就应该找宗师境界的人 复制了 宋前辈 冒昧地问一句 不知武当山 宗师境修为的前辈有几人 我武当山如今 有宗师境修为弟子四人 他们平时都在武当大殿四方苦修 下一步就去找他们复制 送走宋天河 张天祺开着系统的246点积分 小姬 升级跳躁的弹跳能力 成功升级弹跳能力到二级 剩余积分46点 不知道现在能到什么程度 希望可以爆发式的增加距离 深吸一口气 张天祺双腿发力 整个人瞬间飞出 五百米外的山峰之上 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没想到二级就增强了这么多 要是升到三级 武道风的东面 张天祺来到了一处建筑前 什么人 武道是谁 原来是天榜第一人张天祺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这不是听宋长们说 武当有四大宗师境强者 所以特意来拜访一下 哦 原来如此 晚辈不才 刚刚突破到宗师境 想找前辈试试内进 请前辈见谅 小鸡 快复制对方的内进 人类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一路失败 张天祺体内的内进 不断地输出 咬牙底抗战 成功复制人类能力宗师内建 总积分一百八十三点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对面的武当男子 突然皱了下眉头 内进一吐 直接将张天祺震飞了出去 张天祺 你修炼过我们武当山的太极神功 听到对方的话 张天祺心中也是一惊 自己刚复制成功 对方就察觉到了内进的奇特之处 小鸡 我要是在这住上的十天半个月的 把武当山一众高手的内进 复制个遍 那我的内进将达到何等恐怖的程度 贝贝 小弟弟还记着姐姐呢 这段时间你可是让姐姐好找啊 到处跑了个遍 才知道你来了武当山 贝贝说完就直接出了手 你果然是护龙阁的人 这两门功法可是唐国斌的看家本领 贝贝 来我武当山也不打个招呼 是欺负我武当山没人吗 宋掌门 我这不是来得匆忙 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吗 是吗 老到我要是来得晚上一些 这悟道风恐怕都要被拆了 宋掌门不必担心 武当山所有的损失 我来赔偿 这张天祺和你武当没有什么关系 宋掌门还是不要插手为好 贝贝 之前你和墨影联手都没能留下我 现在更加不可能 还有我的一身轻功 即便是告诉你 你也学不会 不用白费心机了 小弟弟 姐姐就相信你一回 张小友 你内进居然到了宗师境后继 昨天不过也才宗师境初期而已 我昨天在与武当弟子内进鄙试的时候 我有所感 仿佛进入了一种神奇的境地 当我再次醒来时 就发现体内的进气强大了不少 我是不懂修炼 但是我看过电视 看过小说 不要还是没有问题的 当年祖师就留下手稿 提到过天人合一 可祖师终其一生 也只进入过一次 没想到张小友年纪轻轻 居然有这等机缘 真的是让老到我羡慕无比呀 晚辈也是机缘巧合而已 好像装的有点过了 把宋掌门给整郁门了 你是我这辈子见到过天赋最强的人 将来突破五道极限 成就陆地神仙之流也不是不可能 在张天祺看来 成就陆地神仙并不是他的目标 自己拥有心 完全可以成为那种挥手坚固 张小友 你是继续留在武当山还是要离去 既然贝贝能知道你在这里 那魔教教主就不可能查不出来 即便是魔教教主来 我也不拒他 只要你在武当山 就没有人能把你怎么样 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尝试复制宋掌门 这要是成功了 瞬间就是大佬级别的存在了 张小友清早前来 不知所谓何事 听闻武当太极神功以柔克纲 晚辈很想见识一下 话音落下 张天祺本然出手 然而宋天和却一动未动 张天祺只好收起掌镜 轻轻地拍在了对方肩膀之上 小姬赶快复制 人类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一连串的失败 让张天祺内心无比地焦急 而就在这时 宋天和身上涌现一道静气 将张天祺的手掌给弹了开去 既然前辈不愿意出手 那我就只好得罪了 随着话音落下 张天祺不再留守 人类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成功复制人类能力大宗师内剑 总积分320点 就在这时 宋天和手上爆发出一道诡异的力量 将张天祺给震开 张小友 你体内的内剑 的确是我武当太极神功的路线 小友可否解释一二 张天祺没有回答宋天和 而是直接开始了内剑融合 大宗师圆满境界 这怎么可能 他是如何做到 这次来武当山大有收获 还要多谢宋掌门 也感谢武当弟子 张小友如今修为 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些老家伙 华夏能够出现你这样的年轻人 真的是华夏的福气 以后有人陪那些异族好好玩了 异族 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并不是看上去的这个样子 这些是唐国斌比我们要清楚许多 你要是想知道 可以去询问他 多谢宋掌门告知这些 这几天都有打扰 他日我定前来感谢宋掌门 告辞 果然是妖孽中的妖孽 树下军 刚刚得到情报 华夏那边发现了五行质宝之中的巨木之星 小泽军 这是你怎么看 我还是那个想法 派人将这巨木之星给抢回来 有那三位的合作 我们可以轻松进入华夏 等到我们和美国 阿三那边谈妥之后 就联手干掉华夏的一众强者 到时候 华夏是禁地的说法 就是一个大大的笑话 索卡 如此甚好 小泽军 这次事情就交给你了 只要切断了华夏的五行质宝汇聚 我们就成功了一半 张天琪刚离开武当山 就收到了手机的提示音 拿出手机一看 随即拨通了文龙的电话 喂 天琪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电话也打不通 消息也不回 我这几天不在三星市 你找我是不是有事 电话里安静了片刻 才再次传来了文龙的声音 没啥事 就是那棒子国的寒一口 已经查清楚了 一会儿我把信息发你手机上 张天琪感觉文龙有点不对劲 但是也没多想 好 你现在就发我手机上 麻烦就要一次性解决 免得总有藏蝇飞来飞去的 文龙挂断电话 将消息发送给了张天琪 还是先别说了吧 天琪和大牛的感情不是我能比的 有些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两头不讨好 还是等等再说吧 张天琪收到文龙的消息 就直接去了棒子国 按照文龙发送的地址 张天琪找到了韩一口的所在 面对重重守卫 张天琪直接隐身 在一个房间找到了韩一口父子 父子俩一起玩 你们棒子国真开放啊 是你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面对这样的一幕 韩城直接跪倒在地 不断地磕头 放过我 我再也不踏入华下一步 现在说这些晚了 下去继续和你老爹一起玩吧 回到三星市别墅 张天琪打开系统 决定把储物空间升到二级 成功升级储物空间到二级 剩余积分120点 升级成功的一瞬间 张天琪就发现 手掌之上的储物空间 居然有足足30个立方大小 这空间有多少东西都够装了 小鸡 系统升级到三级 需要什么条件 系统升到三级 需要宿主拥有 五项三级基因能力 系统三级后有什么变化 会不会有特殊的功能出现 届时宿主能将复制的人类 能力转化给别人 一次消耗50点积分 成功率百分百 你说什么 可以将人类能力转化给他人 这样我岂不是能批量制造超级高手 以宿主目前的能力权限 转化对象只有一人 只有一个名额 这特码也太抠了 天琪 这些天你跑哪儿去了 我怎么感觉你和之前大步一样了 我这几天有事 没在三星市 似水是西边大山深处 有人发现了古墓 听说那里汇聚了不少的舞者 那你为何不派人前往查看一番 听说那地方连先天强者都出现了 我这点实力 太人去就是找死 对了 大牛的事你知道吗 我回来听说了一些 之前你给我打电话 就是为了大牛的事吧 大牛因为为人仗义 加上到上传他和我有关系 所以导致很多人愿意跟着他 只是大牛学武功的事 到现在我都没有眉目 这个人一定就在三星市 而且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大牛那边还得费点心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刚从文龙的酒店出来 电话就响了起来 喂 张兄弟 我是唐国斌 你现在在不在三星市 我在三星市 怎么了 似水市出现了古墓 据记载 里面存放着五行至宝 巨墓之心 但消息被泄露了出去 我想请你过去 帮忙阻拦一下其他人 我赶过去需要一点时间 张天奇听到唐国斌的话 心里一动 自从得到水灵龙之后 他就对五行至宝产生了兴趣 好 我立刻赶过去 古墓所在之地 已经聚集了大量的武林人士 白凡 趁那些老家伙还没来 我们轰破石门 直接冲进去 对啊 这局目这些钥匙能到手 我们手中的筹码 就瞬间翻了数倍 不可冲动 要是这时候打破石门 势必会引起骚乱 如此之多的舞者 我们没把握全部抵挡 那怎么办 等那几个老怪物来了 我们就只有看着的份了 现在就读那些老怪物 没有来之前 鬼子那边会提前行动 到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全李贤 我们为什么还不出去 趁着这个机会 我们放毒 将这里的华夏舞者 全都灭了 巴嘎 定眼疼 你是来配合我的 一切都要听我指挥 那些华夏人士想利用我们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白凡的眉头 也皱得越来越深 为什么还不出现 这鬼子他妈的果然阴险 不讲信用 都等了这么多天了 你们不敢动 我来 什么东西 好恐怖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 一经思传地花失毒 看来我们必须要行动了 要不然真的来不及了 然而 白凡的话音刚落 场中同时出现了两道人影 贝贝 其实你们二人来的可是够快的 随着安道远的到来 几大超级强者陆续现身 看到这一幕 白凡彻底的新凉了 各位前辈 来之前唐阁主交代过 无论如何要将巨木之心带回去 各位前辈可否给护龙阁一个面子 唐国兵和龙盟前来 还能有的商量 至于你 哪儿来回哪儿去 别拿护龙阁来吓唬我们 别废话了 我们还是进入古墓吧 那巨木之心的归属就各凭手段了 好 巨木之心的归属各凭手段 谁得到算谁的 巨木之心我魔教药了 莫颖 好大的阵仗 怎么 想把这里的武林人士一举消灭啊 我莫颖虽然是魔教 但是还干不出这样的事来 我之所以带人来 是因为我收到消息 这里有人勾结东营人 妄想加害华小武林 莫颖 我龙名字 今日算是对你刮目相看了 什么 居然有人勾结东营那群王八蛋 到底是谁 勾结东营人残害自己的同胞 这样的人必须非十万端 莫颖 既然你知道那就说出来到底是谁 我可以肯定这个消息是真的 但是具体是谁 我也不知道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张天奇的身影出现在了场中 爱了 张小友 一段时间不见 更加让人无法看透了 白凡 这白护龙屎好像是从事件圆满 居然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这张天奇如此恐怖 这到底是什么妖孽的天资 张天奇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杀害护龙屎 来人 不惜一切代价 诛杀死人 我天帝二组出来之前 受阁主的密令 除了阁主 任何人都无权调动天帝二组 这话让许江无比的尴尬 但是他却没有向张天奇出手的勇气 护龙阁有你这样的软蛋 真是华夏的耻辱 几位前辈 既然大家都来了 那我们就行动吧 虚目之心 谁得到算谁的 古墓之中 张天奇无视赌气 向着深处积舍而去 其余人看到这一米 自然也不甘落后 来到一处石门前 张天奇用手摸了一下 看来不能用暴力啊 要不然这里有可能会贪他 就这 能拦得住我吗 说完 张天奇身体就化作一堆流体 顺着缝隙流了进去 又没人 他为何如此之快 这里没有其他通道 就只有这一扇石门 可是这石门不像是被打开过啊 别探讨这些了 我们先找到机关再说 找到了 小友为何在此处发了 难道没有发现那巨木之心 其实前辈 我只是被这里的场面所震惊 无人的智慧真的是无穷的 至于那巨木之心 却是未见分毫 没有 巨木之心到底在哪里 不可能啊 这里应该是最重要的位置 这古墓要是有巨木之心 那肯定就在这儿无疑了 张施主 你是最早进入这里的 按理说 你将那巨木之心收起来 也不是不可能 诸位都是华夏武道界 一等一的大人物 应该知道 那巨木之心长得什么样子吧 几位前辈看我身上 哪能够藏得下呢 有可能史书记载错误 又或者有人早已经进来过 取走了巨木之心 众人寻找无果 纷纷离开了墓室 张天奇在最后面 嘴角露出一抹得偿笑容 诸位前辈 不知可寻得那巨木之心 巨木之心不在这里 大家不必费心啊 不在这里 按照地理方位和墓葬规模 史书记载应该没有错啊 这几位那可都是华夏的决定强者 即便是得到了巨木之心 也没有人敢想到 我看把城市真的没有 就在这时 唐国病身影从天而降 看到来人 安道远不自然地皱了皱眉头 诸位 老头子我还有事 先走了 怎么 巨木之心已经有归属了吗 老唐啊 这件事你还是问张天奇吧 早知道我就在家躺着 和我两个老婆互动一下 这次又白跑一趟 得弥陀佛 老那也告辞了 阁主 不久之前 张天奇出手击杀了白护龙使 请阁主击杀死人 维护我护龙阁为言 白凡是你杀的 没错 我身为护龙阁阁主 不可能对此不做表示 表面工作还是要做一下的 这张天奇到底是什么妖孽 他居然和唐国斌拼了个不相上下 不 我看张天奇似乎隐约占据了一点三方 江湖变了 依我看 以后华夏武林 要以张天奇为尊了 这怎么可能 张小兄弟居然和老唐拼了个五五开 大宗师圆满 唐前辈 大家都是演戏 这么认真干什么 那巨木之心被何人所得 这古墓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巨木之心 可能是有人进入过其中 也可能是记载上有诸误或插错 原来如此 护龙阁天地二组留人等待古墓交接 其余人返回 各位武林同道也都散了吧 这时 一阵微风吹来 顿时张天奇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这是什么 似乎有淡淡的腥臭味 就在张天奇疑惑的时候 突然有人打了下去 卧槽 有毒 一瞬间 张天奇突然反应过来 整个人冲天而起 那你 此人不怕我们的毒药 快撤 马的 原来是小鬼子 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华下有护龙阁守护 你们这么多人 居然能够深入到这里来 说说吧 是谁给你们开了绿灯 八嘎 你是什么人低干活 华下没有你这好绝顶强者 我是谁 我特么的是你祖宗 赶紧说 是谁放你们进来的 八嘎 我们天皇不会放过你的 小王八犊子 嘴挺硬啊 轮到你了 告诉我 是谁给你们开的绿灯 我说 我全说 我只知道是一个叫白凡的人 在华下接应我们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果然 唐国斌 你这护龙阁号称华下的守护者 里面汉奸确实不少啊 看来你得好好整治一下了 老唐 护龙阁可是龙王和你的心血 不能因为其他的事情牵绊 让小人害了一锅粥啊 诸位 护龙阁出现这样的事 在我意料之中 你们真的以为 我会放任某些人 祸乱华下吗 动手吧 把这三个护龙屎的家族 所有人全部带回去 反抗者杀无赦 果然 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的 哪能没有手段 很显然 这是早就有安排了 唐国斌挂断电话 取出一个瓷瓶 递给张天奇 这是你的那一份丹药 那我就却之不公了 各位告辞 怎么 是不是对贝贝动心了 虽然他比你大 但是也可以试一下 万一成功了呢 我只是对他比较好奇而已 有想法就赶紧行动吧 老头子也走了 有时间到我勿起鼓喝茶 巨木之息 果然和那水玲珑一样 蕴含着强大的能量 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难道真的是用来冲破五道极限呢 回到三星市 张天奇来到了大牛的烧烤店 先生你好 你看看吃点啥 牛鞭 羊鞭 路鞭 鱼鞭 狗鞭什么的 随便上 再来一箱啤酒 这个点这么多 能受得了吗 不是能吃得了吗 尽管上 一会儿可能还有人陪我一起吃呢 坐了有半个小时 张天奇却没有看到大牛的身影 于是掏出手机 拨通了大牛的电话 喂 大牛 你在哪儿呢 天奇哥 我在外面跟朋友喝酒 哦 我在你烧烤店呢 啊 那你等我 我马上回来 好 我等你 天奇哥 你过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我以为你会在店里 所以就直接过来了 大牛 你这一身功夫 是从何而来 看你的修炼速度 教你的人很厉害啊 我答应过他 不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所以你理解我一下 你想做个有钱人 现在的烧烤店 已经足以帮你实现了 而你呢 却天天带着几十人 当带头大哥 天奇哥 我不是小孩子了 走什么样的路 我心里清楚 既然你有自己的选择 那这颗丹药你拿着 找合适的机会扶下它 会让你修为暴涨 你确定那几个美国人 没有问题 刚开始我也觉得 他们有点怪异 但是经过调查 他们的身份信息全是真的 一切手续流程都没问题 我觉得这其中 肯定有问题 说不定小鬼子 和美国情报共享了 让人盯着他们 还有 美国那件事 调查得怎么样了 只是调查了一点皮毛 至于高等生命的线索 我们的人根本无法再渗透 所以没法彻底搞清楚 继续让人想办法 绝对不能让美国顺利突破那样的技术 还有派人到三星市 紧盯那几个美国人 安娜 好长时间不见了 进来可好 张小兄弟 昨天在古墓我们刚刚见过 你这又来我这里干嘛 我告诉你 老头子我身子骨可经不起折腾 那个 安娜 别误会 我来就是想和你切磋一下 人类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成功复制人类能力 反法的武器 总积分二百五十七点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了 老了 不中用了 而此时 张天奇脑海中出现了数十种强大的武器 但其中两能武器让张天奇很是疑惑 安道远为何会这么诡异歹毒的武器 而且没能够复制到他的内心 他似乎对我颇有防范之心 对方是不是也修炼了魔门的内心 张天奇心里这样想着 但并没有声张 安老似乎未尽全力 是不是看不起我这玩呗 小友说笑了 我们这群老家伙实力都差不多 你能击败其他人 自然也能击败我 就在这时 文龙走进了院子 咦 天奇 你怎么在这里 哦 我有点事 来找安老 那你们聊 我先走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已经有线索了 三星是靠近山中谷的地下 似乎勘测出有一处巨大的溶洞 内部中空 里面有没有测出什么不寻常 这个倒是没有 这几天我会安排人想办法打开一个洞 到时候就知道里面的情况了 好 记住 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 所有人最后都要集中起来 我会找他们说件事 你先回去吧 好的 文龙离开之后 安道远伸出手掌看了半天 他刚才到底做了什么 与此同时 三星是高家 迎来了三位自称洽谈商业合作的美国人 高飞 晚上你带着三位国际友人去好好放松放松 好的 知道了 天奇 你在这里做什么 为什么不上去 我来是给你一样好东西 就不上去了 这是用千年人参王炼制的丹药 有了他 你重入先天境界不成问题 天奇 这样贵重的东西你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我了 你这兄弟值得我文龙为你出生入死 就一颗胆药而已 不用太在意 对了 阿脑到底是什么人 这么厉害 他为什么隐居在这三星室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在我第一次见阿脑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样子 十多年了 一直没有丝毫的变化 好 没事了 我就先回去了 张天奇刚到别墅门口 就被私人拦住了 张天奇 你好 我们是美国友人 来找你有事情商量 有人就免了 我和你们不熟 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 高飞 你先到那边等一会儿 张先生 我们来是想和你购买巨木之心的 只要你出嫁 我们就能成交 这个你们恐怕找错人了 我这里可没有什么巨木之心 张先生 名人不说暗语 我们出十亿美金 你看怎么样 你们是不是谈不拢 就要强行动手了 张先生 你们华夏有句话 叫做实时物者为俊杰 我不是牛肉 好快的速度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自己拿 我擦 好厉害的能力 这特么的 快赶上我的二级修复能力了 那就看看是你们恢复的快 还是我打的快 去哪儿啊 你知道你今天的行为算什么吗 大哥 你就当我是个屁 放了我好不好 我说堂阁主 这美国佬都搭我家门口来了 你们护龙阁还能不能行啊 张兄弟 我护龙阁的人说不定就在你家门口呢 你把那三个美国人交给他们就行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现在这些老外进入华夏就像入无人之境一样呢 前辈 这三人情况比较特殊 你们一定要控制好他们 前辈放心 我们有特殊的东西来对付他们 这三人是他带来了 我怀疑他是美国佬的暗线 不仅他 连他家所有人都要延长 放心前辈 只要查出他们有任何的违法行为 这辈子他们都别想活着出来 好 辛苦了 几十个忠诚与我天皇的战士就这么没了 小泽君 你怎么看 我已经让人将华夏的消息给了美国那边 等那边有消息来了 再做决定也不晚 大人 刚刚传来消息 美国刚到华夏的三位基因改造战士建树被捉拿 大人放心 我已经联络了阿三那边的古修士 我们两家联合 捉拿那张天旗 夺回巨木之心应该不是难事 好 我东营战士随你调用 一定要带回一件五行至宝 别竖里 张天旗拿着手机查看动物的能力 要是复制了大象的力量 完全可以和蚂蚁的力量融合 到时候犀牛和马也可以试一下 突然张天旗看到了一个特殊的物种 枪虾 枪虾 长约五厘米 生活在热带海洋的潜水区 烈食时会将巨鳌迅速合上 喷射出一道时速高达100公里每小时的水流 而且爆破的时候会产生将近5000度的高温 只要是复制成功了 是不是就能拥有类似于三分归元器那种吊炸天的技能 华夏与阿三国边境出 那东营人的话可信吗 不管可不可信 这里以后都是我们的地盘 这里是华夏的国土 请立刻返回 让开 华夏领土 寸土不让 找死 哼 不自量力 京都护龙阁总部 唐国斌缓缓地放下电话 过了片刻后 拿起手机拨通了张天琪的号码 张兄弟 阿三那边来了五人 击杀了我们五位同志 已经越过了边境 知道了 小鬼子那边也盯着点 有动静了 告诉我一声 其实张天琪别的都不怕 就怕这些人对他身边的人下手 所以张天琪直接主动出击 将那五人的行踪发送给张兄弟 阁主 这是我们护龙阁的事 让张前辈去 虽然万无一失 但是张前辈始终不是我护龙阁的人 是不是有点 华夏不是某一个人的华夏 你还年轻 还需要历练 华夏要靠成千上万 像张兄弟这样的人去守护 收到消息 张天琪直接从三星室冲天而起 向着边境的方向急速飞去 尊者 我们已经连续赶路半个小时了 还是什么也没有 是不是走错方向了 不会错的 十多年前 我跟随大尊者 就是从这里进入的华夏腹地 这次让东营人和华夏正面硬刚 我们坐收余力 没错 错了华夏和东营的锐气 我们阿三国就是王者了 小别三 白日做梦 也不是你们这么个做法 你是什么人 莫非你是护龙阁的人 我是杀你们的人 小子 口气不小 但灭上我们的苦修盛世 异教徒你今天死定了 山入华夏者 杀无射 张兄弟果然是实力强大 办事很辣 将小鬼子的消息也发送给他 张天奇还没有返回三星室 手机上就再次接到了消息 这唐国宾算盘打的是真响啊 活都让我干了 一点好处也没有 虽然嘴上这样说着 但是张天奇还是调转方向 向着手机上标识的地方急速飞去 大海上 一艘东营邮轮正式向华夏 小泽先生 你说华夏第一高手到底是谁 华夏地道五博 高手众多 根本没有真正的第一 如果非要说最厉害的人 那就有十位 每一人都拥有不下于我们天皇的实力 不错 对于华夏了解的很透彻 只不过你似乎少算了一个人 巴嘎 你是什么人 我就是你没算进去的那一个 阁下年纪轻轻 居然妄想和那些顶尖高手相提并论 恐怕口气有些大了吧 是吗 我这里有一招 你看看威力如何就都明白了 风暴剑影 鬼影三连斩 你到底是什么人 华夏顶尖抢者没有你这一号人物 你们不是想前往华夏 找我抢夺军务之心吗 怎么现在又不知道我是谁了 你是张天奇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咕噜宝文 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实力吧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不到一点的疼痛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以这么快 干掉鬼子的邮轮 张天奇的下一个目标是鬼子的军事港口 张天奇隐身刚进入禁区 基地内就发出了警报声 我擦 看来我这隐身还是无法躲避高科技的扫描啊 张天奇全力展开速度 很快就找到了基地内的弹药器 先往储物厅间内收了许凭弹药 然后张天奇拿着一枚手雷 拉开拉环 扔在了一堆弹药 这洞家 鬼子的狗皮天皇应该会露面吧 在我大东营国如此大搞破坏 阁下是什么人 目的又何在 这气息也是妥妥的大宗是圆满境界啊 小小的大门之地 许然能够出来这么多的高手 先别管我是谁 说说你是谁吧 我乃大东营现任无上天皇井上稿 井上稿 等的就是你 神经病 用手下的命换自己跑路 不愧是天皇啊 巴嘎 这到底是什么人 实力居然强到了如此的地步 就是华夏老一辈的十大强者 也没有这样的本事 天皇大人 我已经让人调查了 相信很快就有结果了 这件事不能向外扩散 通知阴阳师那边的组长 让他暂时坐镇东营 我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之内 停止一切对华夏的行动 好 这口气出得真是太爽了 看来我们都低估了张天奇的实力啊 是啊 阁主 据消息 新人天皇井上稿被张前辈打成了重伤 而且五位宗师镜的强者被当场击杀 这件事要列为最高机密 除了我和龙王 还有一号之外 任何人不得查阅 张天奇到底有什么秘密 那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些老家伙 恐怕都不能全身而退 张天奇回到三星市 就直接来到了动物园 这次他决定复制鹰的能力 隐身靠近一米的距离之后 小鸡 复制基因能力 成功复制鹰的基因能力 英机长空 看来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啊 好 再接再列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成功复制鹰的基因能力 鹰眼 成功复制鹰的基因能力脱会重生 总积分428点 回到家 张天奇开始梳理现在的基因能力 他发现 鹰鸡长空可以和特殊飞行能力融合 鹰眼可以和蜻蜓的复眼融合 而最后一项脱会重生 可以和乌龟的长寿能力融合 检测到三种基因能力符合融合条件 开始融合 感受着身体的巨大变化 张天奇对实力越来越渴望 只有强大的实力 才是真正的王道 明天继续去复制 安老 纳柱地方打开了入口 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机台 上面刻画着密密麻麻的图案 这件事要严格保密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还有 将入口暂时封住 不要让人发现 安老放心 我会安排好一切的 只是不知道那地方有什么用 有些事还是少知道一点好 要不然容易出问题 安老 刚才的话当我没说 我啥也不知道 小子告退 逆天改命 再不成功就真的来不及了 那些老家伙计十年不见踪影 一个个的比老狐狸还要狡猾 第二天 张天奇将目标 放在了大象的身上 基因能力复制失败 失败 足足失败二十九次之后 成功复制大象的 基因能力具象之力 总积分五百四十五点 好全面的力量 要是和蚂蚁的三级力量 融合之后 会达到何种程度 宿主需要融合的基因能力 在可融合范围 开始融合 如今张天奇的力量 已经达到了三万斤左右 果然不错 按照这样发展下去 有一天 我单纯能靠力量 也可以一拳干爆一个星球 回到车上 张天奇看着五百四十五点积分 终于可以升级 第二个三级基因能力了 思考一番 张天奇决定 先升级雷电之身 雷电之身升级成功 剩余积分四十五点 刹那间 张天奇体内的细胞 开始一段变化 如今的细胞 就是一个个巨大的发电社 只要一个念头 强大的雷电 就能提升任何一个部位 释放出来 而现在的雷电之力 足以让大宗师圆满强者 瞬间失去生命力 就在张天奇回别墅的路上 两辆车从旁边一闪而过 虽然只是一瞬间 但张天奇 清晰地看见了 后车里的李嫣然 这虎妞好像在追前面的老外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跟过去看看 这件事不是已经被上面接管了吗 李嫣然他想干什么 无组织 无纪律 局长 对方极其危险 离队一个人出去 肯定会有危险 我们要尽快想办法 通知下去 让各个基层派人待命 无论如何 一定要找出李嫣然的下落 张天奇寻着痕迹 找到了三星室郊外 看见了停在路边的车 看了看四周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我在国外执行的多次任务 还没藏过华夏国的女人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